第401章烈日当空 岛屿之上 三重门 烈日当空 秦南体内火焰 不断焚烧 就连六龙金纹内丹 都已经开始运转起来 不知从何开始 他的身体 开始出现了摇晃 每次抬起脚来 好像抬的不是脚 抬的是一座沉重大山 这个时候 应循龙和雪无痕 已经走到了199步 魏林第一座门户下方 只需要再跨出一步 他们两人就能跨过第一座门 承受第二座门的压力 他们两人停住了身形 气息不断抖动 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秦南一步一步 慢如乌龟 当他走到了199步的时候 喘气已经极为艰难 一身的气息 都变得弱小无比 仿佛随时都会倒塌 秦 南 雪无痕从喉咙中挤出了一句话 断断续续 有气无力 道 你可 真 慢 看 看我 如何跨过第一座门 说完这句话 在他的身后 五道悬光 闪耀而起 一颗冰封的心脏 缓缓升腾而起 使得整的三重门 都仿佛来到了寒冬腊月 他那原本气息萎眉的身体 仿佛被灌入了无穷力量 一口气跨出了第一座门 笔直前进 走到了210步 才堪堪停止 不 不要上当 硬形龙像是运出了体内最后残存的一丝力量 道 他是故意的 这第一重门 想要跨过 压力会陡然增加三倍 如果没有准备好 会让你被震出三重门 三重门 每过一重门 那带来的压力 将与众不同 没有准备 贸然踏入 就会被压力重创 这个血无痕 真是用心险恶 不放过任何一个刺激秦男的机会 且 谢 秦男挤出了一个笑容 我 先走了 鹰寻龙随即闷合一声 在他背后 闪耀起来了五道悬光 一尊太鼓猛兽 升腾而起 发出一道咆哮 好像这一声咆哮 将那压力 全部集散 使得硬寻龙压力顺减 如履屏蔽 急步走了过去 与血无痕平齐 秦男看着他们两人的背影 再看向这尊巨大的门户 没有释放五魂 也没有丝毫犹豫 提起体内力量 大步猛然一踏 轰 一股难以想象的压力 如重叠的山栏 狠狠镇压而下 秦男整幅身躯 差点被震得直接趴下 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身形晃动得更加剧烈 好像摇摇欲坠 他这般模样 与硬寻龙和血无痕的样子 形成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 继续 前进 秦男在这恐怖的压力之下 心中不断回想起来了这个声音 强忍着大脑之中如同潮水的疲惫 身体中不断传来的疼痛感 抬起脚 一步 又一步 逐渐落下 每一步 都是他的如此艰难 如此沉重 那湖泊上的金堂主等人 全场修士们 眼中都露出了抹惊讶 他们不曾想到 秦男在不动用武魂的情况下 居然跨过了第一道门 这等意志 已经算得上是非常强悍 因为他们都清楚 当跨过第一中门时 将要遭受何等的折磨 也就那样而已 沉吟不屑地撇撇嘴 金堂主和陈飞等人皱了皱眉 没有吭声 这个时候 三重门上的青色石板大道上 雪无痕 硬寻龙 秦男他们三人的身影 好像是狂风暴雨之中的一夜偏周 随时随地 都会被那金涛骇浪打翻 但是他们身上那惊人的意志 却在支持着他们这疲惫 不堪的皮囊 抵御着疲惫和痛苦的侵袭 一步又一步 不断迈出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直到过去了四个时辰 雪无痕和硬寻龙 哪怕是在武魂支撑之下 都已经是面色痛苦无比 身上好像扛了十几座大衫 哪怕是动一下脚 都有着无数的疲惫疼痛 疯狂涌来 这些疲惫疼痛 犹如一尊尊的恶虫 张开尖锐的獠牙 撕咬他们的心神 这个时候 他们两人已经走到了239步 秦南走到了228步 给我 踏 硬寻龙突然抬头仰天 发出了一道怒吼声 无论是他的武魂 还是他的修为 都在这时 疯狂运转转起来 支撑着他 抬起脚来 踏出一步 噔 突然间 硬寻龙的强悍肉身 被这股庞大压力 竟是直接震趴下 我 我就到这里 了 硬寻龙脸色苍白 那股斗志 随着被震趴下 彻底消失 完全放弃 那三重门仿佛感应到了他的放弃 第一尊大门 第二尊大门 都释放出来了彩虹般的光芒 落在了硬寻龙的身上 使得他苍白的脸色 眨眼间红润无比 气息恢复如初 那恐怖的压力 仿佛对他也不存在丝毫 才这么点 就放弃 血无痕发出了一道无声讥笑 这时他身上 足足三道光芒 闪耀起来 竟是三尊防御性的王道之气 冲天而起 张开了防御大网 将那压力挡住 他整个人也趁着这瞬间 大吼一声 卖出全部压力 踏出一步 两百四十步 喷 那三剑王道之气 也在这时 被那巨大压力 震成了粉末 不复存在 卑鄙 应寻龙感应到了什么 睁开眼睛 破口大骂 这三重门 玄妙无比 原本是为了磨砺 各大弟子的意志力 只是后来无人能够承受 才动用上了法宝等等 只不过 一般的情况下 他们都不会动用这些 更何况 雪无痕还是一尊天骄 呵 呵 雪无痕发出一道沙哑笑声 卑鄙又怎么样 他反正踏出了两百四十步 要比你鹰巡龙踏出的不促 多出了一步 他就是比你鹰巡龙要强 也因如此 他脑海中紧紧拧起了那根弦 骤然一松 使得他再无斗志 直接放弃 两尊门户 一如既往 打来光芒 落在他的身上 使得他恢复如初 他恢复如初的第一刻 就睁开锋芒双眼 落在了那宛如暴风雨里 飘摇的身形上 声音宛如魔鬼 道 行男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放弃吧 这一切实在是太痛苦了 没必要承受了 快点放弃吧 你 硬巡龙勃然大怒 雪无痕实在是太无耻了 哪怕是湖泊对面的那些修士等等 都不约而同皱了皱眉 要知道在走三重门的时候 意志和肉体 都会遭受巨大的煎熬 犹如火烤 这种诱惑性的话语 会直接让人松懈心神 崩溃如山倒 我 古不其然 这句话对秦男造成了巨大冲击 令得他那心神 开始迅速崩溃 无数放弃的想法 好像是泉水一样 迅速冒了出来 再配合那疼痛疲惫不堪的肉身 他的心神 仿佛要崩塌 要 继续 前 静 秦男在这崩溃之际 他骨子里的一股韧劲和高傲 被激发出来 放弃嘛 就这样放弃嘛 他会甘心吗 不甘心 秦男那双透露出巨大疲惫的眼神 在那深处 一直有着道光芒 并未松懈 他的肉身 缓缓挪动 抬起巨山 落下巨山 要继续前进 第402章叠叠撞撞 要继续 前进 要继续 前进 要继续 前进 秦男内心之中 不断私生 仿佛他的眼前 只剩下了这条道路 唯有将这条道路走完 才是最终的胜利 他的脚 在那恐怖压力之下 缓缓抬起 缓缓落下 整幅身躯 像是陷入了泥潭 每抬出一步 都犹如是战胜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 一步 两步 三步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当秦男走到第239步的时候 竟是耗费了足足六个时辰 那悬浮天空的烈日 被漆黑夜幕中的漫天繁星取代 月亮当空散发柔和光芒 笼罩大地 整座三重门道场 都变得如梦如幻 唯有着青色石板路上 行男身形色色发抖 不断摇晃 呼吸如火山喷发般急促用力 汗水不断流出被蒸发 让人哪怕一眼看过去 都感受到了那种紧绷到极点的巨大疲惫 湖泊对面的金唐竹等人 全场修饰 在这六个时辰中 都未转过眼神 他们看着秦男那迈出的艰难一步 心灵之中 仿佛有所触动 尤其是当秦男来到这第239步 他们的心 都下意识紧张起来 239与240之间 又是天壤之别 哪怕是应寻龙这等天之骄子 都拜阵下来 血无痕也是靠着牺牲三剑王道之气 才成功踏入 呵呵 这时 陈寅确实开口道 依我看来 这240步 他肯定能成功踏入 他刚刚说完 话锋猛的一转 如果我猜的没错 秦男恐怕是要释放武魂了 毕竟他是玄疾八平武魂的天才麻 如果不是仗着武魂的话 他这240步 并然无法踏出 则则 在三重门凭借武魂前进 和血无痕的做法 又有什么区别 四周修饰文言 皱了皱眉 却也并未反驳 在苍蓝大陆 武魂等级森严 他们看到秦男这种拥有着玄疾八平武魂的天骄 除了敬畏之外 心里还有点不太舒服 正如陈寅所言 如果不是仗着武魂等级 秦男还不一定比他们强大呢 少在这里乱说 秦男能够不再释放武魂的情况下 走到这一步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陈飞瞪了自己的妹妹一眼 她现在有点后悔 早知道就不把她带来了 陈飞 陈寅说的没错 如果依靠武魂 踏出再多的不促 也不能引以为傲 金堂主摇了摇头 三重门 历练意志 如果依靠外力 那何来历练意志一说 与此同时 三重门青色石板大道上 却无痕不曾料到 秦男的意志 如此惊人 竟然不动用武魂的情况下 走到了这一步 这让她心中有了点慌乱 秦男是玄疾八平武魂 如果释放了武魂 岂不是可以走得更远 虽然三百步的不促 根本不可能 但为了防患未然 她当下心机一动 冷笑开口 道秦男 你号称是什么爵士天才 我根本不服气 要是给我玄疾八平武魂 我取得的成就 将要比你更大 你要是有本事 不动用武魂 给我走过这两百三十九步 我就服你 她刚刚说完 不远处的鹰熊龙 神色大怒 血无痕 你简直欺人太甚 不动用武魂 你开什么玩笑 你自己为什么动用了武魂 还动用了三剑王道之气 她自身经历过 最为清楚 如果不是她的武魂足够强大 那恐怖的压力 恐怕会将她强行震成重伤 手下败将 少给我废 血无痕迅速回击 只是她的话还未说完 这时距离她不足半丈的秦南 突然动了 她呼气如雷 那一张逐渐扭曲痛苦的脸色 却带着一抹罕见的坚毅 她仿佛没有听到四周的一切 缓缓抬起自己的右脚 越过那泥泞般的压力 朝前一去 这小小的细微动作 落在两大天骄 湖泊上金堂竹等人 全场修饰的眼中 却不雅于一道惊雷 没有悬光闪烁 也就是说 秦南没有释放武魂 难道她想凭借自己的意志 踏入第240步 这个家伙简直是疯了 秦南 小心 硬巡龙忽然面色大变 只见到秦南的脚 刚刚提起不足半寸的距离 那天空中肆虐的压力 像是火山一样爆发 成倍倍增 如同一头太古妖兽 从天空砸下 轰 秦南那早已疲惫的肉身 毫无反抗之力 当场被砸趴下 头颅 手臂 胸膛 背部 双腿等等地方 都被这股巨大压力 镇压得齐齐炸开 鲜血四溢 场面凄惨 哈哈哈哈 却无痕在愣神片刻后 忍不住发出了一道大笑 道 秦南 你还真是高傲 还真的不动用武魂 你以为你是谁 想不动用武魂就走过去 没有武魂 你跟凡人有着什么区别 可笑 可笑之极 等三重门考核结束 我就当着众人之面 给你一耳光 硬寻龙 以及胡博对面的金堂主 陈飞 陈吟 还有诸多散修 都是无故神色一颤 真的没有动用武魂 秦南真的没有动用 那陈吟反应 仅仅只比雪无痕慢了一拍 冷笑道 这个秦南 还真的容易被挑衅 不过你们也看到了 没有武魂 他什么也不是 金堂主 陈飞 还有全场修士 都是齐齐摇头 陈吟这种话 听起来刺耳 但也没错 秦南失去了武魂 却是与其他人 毫无区别 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雪无横河陈飞的声音 戛然而止 齐齐摇头的众人 都是神色一颤 继续 前 静 继 续 前 静 一道为弱沙哑的声音 断断续续传来 在这黑夜月空中 竟是显得非常响亮 秦南那满是鲜血 早已崩溃的肉身 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种意志 支撑着他 摇摇晃晃 像是一根平凡薄弱的稻草 缓缓站立起来 抬起右脚 朝前踏出 轰 脚尖离地不足半寸 那恐怖压力 再度袭来 毫不留情 无比冷漠 轰击在了秦南的身上 将秦南的肉身 当场震趴下 那浑身上下的伤口 再度扩大 鲜血染红了那青色石板大道 无数的疼痛 就好像是一尊尊俱垂 从天空落下 敲在了脑袋上 巨大磅 那走出239步带来的疲惫 如同火山一样爆发 与疼痛交织 将秦南的心神 全部吞没 不留丝毫 可唯独 这疼痛 这疲惫中 有着一道光 尽管薄弱 却坚定异常 继续 前 静 声音沙哑 秦南的身形 叠叠撞撞 再度踏出 第403章 疯人秦南 轰 那压力仿佛无情 再度狠狠压下 秦南那残破不堪的肉身 当场震趴 口中鲜血狂吐 身体上弥补无数伤口 鲜血不断涌出 将他染成血人 继续 前 静 秦南挣扎着 他一张面孔早已被痛苦扭曲 唯有那双目之中的坚定之火 不曾动摇 他没有了力气 只有这一缕坚定 撑着他残破不堪的身体 再次站起 再次发出挑战 轰 压力落下 将他身形 狠狠镇压 这一刹那 无论是硬巡龙还是血无痕 或者是胡博对面的金堂主一行人 所有修饰 他们被眼前这一幕的景象 都给彻底震住了 没有释放武魂 没有动用法宝 他就凭借着他那残破不堪的肉身 一次又一次 在那恐怖难以言喻的痛苦之中 不断地站起 身形亮腔 哪怕是这一幕的场景 非常的凄惨 但仿佛有种无形的力量 从中释放 落入众人心中 使得这一幕 变得神圣庄重 嘲讽不复存在 各一心思不复存在 天地间诸多群雄 都注视着这道身影 一次次跌倒 一次次爬起 他到底能不能成功 七次 八次 九次 当秦南被镇压了第十次 他的身形 缓缓从地面站起来 仿佛站起身躯 都已经耗用了 前所未有的力量 他的脚步 缓缓抬起 朝前落下 那恐怖的压力 瞬间震来 轰 众人的心灵 仿佛爆开了一声巨雷 那压力无形 他们却好像见到 一座大山 从天而降 要将秦南的身体 给镇成粉碎 他们的思维 出现了某短暂的空白 当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立刻看到了 无比惊人的一幕 秦南的身形 被镇压的弯下腰来 体内爆发出了 一股未知的力量 竟然将那微压 硬生生地抗住 记 去 前 静 秦南双瞳中间定之光 不断闪烁 哪怕渺小 却也不曾熄灭 正是他那疯狂到极限的偏执 令得他在这一次次的 巨大痛苦折磨之中 坚持下来 轰 秦南的右脚 缓缓落下 当他彻底落下的时候 好像有着一道无形惊雷 骤然爆开 240步 秦南走到了240步 无论是应寻龙 雪无痕 金堂主 陈寅 陈飞 诸多修士 他们都齐齐失态 脸上涌起了抹亥然 成功了 秦南真的成功做到了 在不动用武魂的情况之下 只凭借自己的意志 走出了240步 如此成绩 哪怕是放眼历年 何等天骄 能够与之比肩 啪 陈寅和雪无痕的脸上 好像被一道雷霆巴掌山中 火辣辣的疼 不是嘲笑秦南 只是依靠自身武魂麻 不是嘲笑秦南 没有了武魂 就一无是处麻 如今秦南做到的成绩 换成是他们根本无法做到 这一刹那 万籁俱进 直到半晌后 才爆发出一阵热议 嘶 这才是天才啊 如此一致 何人能比 他能够有今日这个成就 绝不是枉然 这些修士 都被刚才那一幕 震撼心灵 所以夸赞之词 毫不吝啬 他居然真的做到了 应循龙这时不禁难难自语 他觉得秦南当初答应 血无痕的赌注 实在是太不明智 如今他却明白过来 无论秦南是否冲动 这等意志 值得敬佩 然而 就在这时 陈寅忽然间声叫道 走出了240步又怎么样 他可是夸下海口 要走到300步呢 哪怕他释放武魂 想要走到300步 那也是天方夜谭 根本不可能 全场那正在夸赞的修士 都齐齐皱眉 神情略有不爽 秦南是走不到300步 可是这240步的成绩 你能不能做到 小妹 注意言辞 陈飞力声喝道 唉 金堂主这时摇了摇头 叹息道 如此惊人意志 放在青龙圣地 已经是顶尖 可惜他夸下海口 要走到300步 哪怕他最终走了299步 也会因为这个冲动的决定 无法名留千古 陈飞眉头一皱 全场的修士 都若有所改 齐齐叹息一生 照目前的局势来看 秦南若是释放武魂 打破昔日260多步的奇迹 恐怕没有任何问题 但秦南沉默在先 如若无法完成 就会成为被人攻击的把柄 不能名留千古 实属于大遗憾 这时三重门的青色石板大道 血无痕在震撼过后 神色阴沉 讥笑一声 道 秦南 你的意志 我不得不佩服 但你如今走240步 就已经半死不活 哪怕你释放武魂 也无缘300步 哈哈哈哈 你就不必再拼了 赶快放弃吧 因为你无论怎么拼 都无法超越300步 应循龙神色大怒 想要开口 却看到秦南那亮呛身影 不禁漠然 本是奇迹造化 只因先前失口 如今是否继续坚持下去 都已经没有了太多的必要 如果说只是为了磨砺自己 让自己身负重伤 那就得不偿失了 至少 要亮丽而行 然而 秦南的身影 依旧在前进着 他大脑早已被疼痛与疲惫吞噬的混沌一片 唯有那不断前进的念头 在心中回荡 好像有人在夸赞他 好像有人在嘲讽他 任凭如何 世人之言与他合肝 他没有丝毫的改变 犹如蜂罗 继续 前进 就在秦南踏出第241步的时候 一遍途生 第404章身体崩塌 只见到那第一座门 第二座门户 喷涌出来了七彩之光 凝聚成了一头栩栩如生的长龙 钻入秦南的体内 使得秦南整幅身躯表面 竟是形成了一道七彩之光 刹那之间 那恐怖的压力 仿佛不复存在 秦南的脚步 抬起落下 一步又一步 毫不停歇 眨眼之间 竟是走出了250步 如此突如其来的惊变 让应寻龙和血无痕 金唐主等人 全场修士 都无不齐齐大惊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七彩光芒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金唐主过了半晌 回过神来 深吸了口气到 当年三重武皇 塑造这三重门 为的就是魔力弟子的意志 如今秦南凭借自己的意志 踏出了第240步 获得了第一重第二重门的认可 导致秦南如履平地 扶摇直上 此言一出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 当初他们在闯三重门的时候 都释放了武魂 甚至还依靠了法宝 从未像秦南这般依靠自身意志 全场瞩目之下 秦南的身形 尽管缓慢 如同老人般满山 但这种速度 已经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80多个呼吸之后 那众多修士们 都再度大声尖叫 270步了 历史被打破了 秦南这时不仅仅走了270步 他体表的七彩之光 没有任何消散 还在继续前进 只是速度放慢了不少 直到半炷香时间之后 无论是谁 都倒抽了一口冷气 299步 秦南走到了299步 他距离那第三百步 只差最后一步 怎么可能 陈寅神色大变 难道秦南真的会踏出第三百步 该死 却无痕一张脸色 也变得极其难看 他根本不曾料到 秦南会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这个成绩 如果秦南真的踏出了三百步 他可是要赔偿两百块元时 与他们两人的心思不同 相比较之下 金堂主等人以及全场修士 都是瞪大了眼睛 一颗心不知何时 选到了嗓子眼 如果真的踏出了三百步 那将真是历史性的一幕 秦南到底能不能踏出 众目睽睽之下 秦南体表上的七彩之光 缓缓消散 他整个人的意志 毫无变化 继续前进 缓缓抬起右脚 朝着那三百步 直接踏去 轰 一声惊雷般的巨响 在所有人心灵间炸开 只见到秦南头顶之上 汹涌起来了无边恐怖的压力 竟然演化成了一尊巨塔虚影 隔空而下 朝着秦南的身体 狠狠一震 将秦南的身体 瞬间震趴下 卡擦卡擦 无数道骨骼断裂的声音 响彻起来 在那青色石板大道上 显得无比刺耳嘹亮 这除了金堂主 全场修士等人之外 哪怕是开口嘲讽的 陈吟和血无痕 都彻底震住 如此恐怖的镇压 秦南整个身体 岂不是废了 记 须 签 颈 秦南口中吐出了 含糊不清的声音 他整幅身躯 在这剧烈挣扎中 一寸又一寸 缓缓地从地面 站立起来 右脚朝前挪动了 不足半寸 轰 那虚无巨塔 再度震下 啊 一道惨叫声 瞬间划破天空 这次震压 将秦南浑身上下的伤口 全部震破 鲜血像是喷泉般洒向天空 他那双手 胸膛 双脚的骨骼经脉 都被彻底震断 此时此刻 他与一尊废人 没有任何区别 千 静 令无数人震撼的是 秦南没有被彻底击垮 他那废掉的双手 颤颤唯唯伸出 撑在地面 支撑着他整个身躯 缓缓站立起来 轰 那巨塔 再度无情落下 使得他那惨叫声 更加凄厉 一身伤势 更加严重 无论是谁 都在此时 彻底变了脸色 疯了 秦南真的疯了 这样下去的话 他会被活活震死的 就算是沉吟和血无痕 这时也发出了不了任何刺耳嘲笑 反而被这一幕 狠狠击中了心灵 如果换作是他们 他们何曾这样 疯狂努力过 金堂主忽然想到什么 神色一喜 道 秦南还没有动用武魂 如果他在这个时候 动用武魂的话 他就能够彻底踏过这第三百步 此言一出 惊雷滚滚 对啊 他们都忘记了 直到现在为止 秦南都没有动用武魂啊 他真的能做到 陈寅俏脸为白 尤其是青色石板大道上的血无痕 一想到秦南还有着武魂 他的脸色 变得一片惨白 出了 他这次真的输了 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 秦南真的做到了 众目睽睽 夜空繁星下 秦南那被镇压在地的身形 再度剧烈挣扎起来 就好像是一尊不屈于命运的神灵 向这诸天 发出了咆哮与怒嚎 轰 锯塔狠狠镇压 轰 轰 轰 一道道的镇压之声 连续爆开 那众人的神情 再度变了 他们分明记得 已经足足十次 秦南都没有动用了武魂 难道 他不打算动用武魂 哈哈哈哈 却无痕见此一幕 忍不住狂笑起来 声音无比猖狂 秦南 你可是绝世天骄 绝不能动用武魂 动用武魂的话 你还有什么资格 称得上天骄 我们都佩服你 我们都尊敬你 你可绝对不要动用武魂 破坏在我们心中的行 在血无痕看来 秦南这个人 简直是个自负狂傲 嚣张的王八蛋 踏出了两百九十九步 还不知足 居然还想不动用武魂 踏出第三百步 简直是痴心妄想 白日做梦 既然你如此狂傲 那就继续保持下去 被这巨塔 活活阵死好了 然而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骤然僵住 第四百零五章 粉身碎骨 秦南那残破不堪的身体 仿佛有着无穷的意志 在这恐怖一样的折磨中 硬生生扛了下来 手掌伸出 愣在地面 狠狠撑起 轰 巨塔仿佛动怒 光芒大作 爆发出来了更为恐怖的力量 镇压在了秦南的身上 秦南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 刹那间眼神僵住 从眼表耳中 流出了无数的鲜血 他那残破不堪的身躯 更是被震得深深凹进地面 将地面染红 残存的最后一丝气息 不复存在 他 好像死了 不好 这一刹那 胡搏对面的金糖主 脸色大变 不只是他 所有人的脸色 都齐齐大变 秦南要是因为三重门的缘故 陨落在此 那对他们整个青龙圣地来说 都将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损失 一代绝世天骄 难道就此死亡 秦南 应循龙神色巨变 却无痕带愣了半嗓 随即发出了悦耳大笑 哈哈 秦南 让你自不量力 难道你以为 凭借自身的意志 就能够闯过这第三百步麻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无论其他人心情如何 他现在心情爽极了 秦南一死 他的哥哥 就可以问鼎准圣子 地位大大提升 前途无可限量 他的地位 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如果秦南这次没死 坚持了下来 那么毫无疑问 对于他来说 将是一场灾难 两百颗原石 他可是陪不出来 就在这时 忽然间 秦南那毫无气息的身体 血肉模糊的手掌 微微动弹了一下 他那一双血红的双眼 也极为艰难地睁了开来 这一刹那 血无痕的脸上的笑容僵住 所有人都是神情一愣 秦南还没有死 没死又如何 这第三百步 你现在哪怕释放五魂 也无法过 血无痕神色难看之际 开口说道 只是他的去字还没有说出 秦南嘴唇微动 像是从灵魂中挤出来的声音 继续 前进 对 继续前进 三重门 专门为历练弟子的意志所存在 它既然存在 那么就符合道理 只要坚持 就一定能够继续走下去 至于他的五魂 为什么不动用 这是因为三重门不需要动用 三重门既然不需要动用五魂 可以凭借意志走完 他为什么做不到 如果他做不到 他就和血无痕 陈寅口中的凡人 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 无论有多痛 无论有多惨 坚持 必须坚持 不需要依靠五魂 也要继续坚持下去 哪怕肉灭惊悔 也绝不能放弃 秦南伸出了手掌 扣在地面 他已经无法再支撑身体站立起来 既然无法站起 他便用着双手 扣着这地面 一步步 爬过去 哪怕是爬 也要爬过三百步 爬到终点 轰 然而 那座虚幻巨塔 无情落下 狠狠轰击在了秦南的身上 秦南那一双眼睛 彻底失去了神色 虽然还残留有最后一丝生命气息 但是已经没有了任何神智 那湖泊对面 所有人的脸色 都依然带着抹震撼 当秦南用手向前爬出的时候 有种无形的诺大意志 爆发了出来 落在了他们的心灵之中 这是需要何等的坚持 才能做到 唯独可惜 意志还是不够 导致无法踏出那三百步 唉 经堂主叹了口气 道 准备救人 陈飞点了点头 准备有所动作 陈寅悄悄松了口气 精致地翘脸上浮起了抹不屑 虽然这等成绩一致 值得他佩服 但他就是讨厌秦南 看到秦南失败 他就是想要开口嘲讽 哈哈 这场比赛 是我赢了 这时血无痕发出了一声大笑 虽然秦南没有死 让他颇为万习 但想到事后 可以善秦南一耳光 他也就平衡起来 打绝世天骄一耳光 这一般人可是做不到 唰 天空一声巨响 金堂主的身形 降临而来 一只大手 隔空抓下 毕竟秦南身怀鬼单流 他们必须要有请求秦南 再加上金堂主 也颇为佩服秦南的意志 所以才会亲自出手 准备救助 秦南这一身伤势 想要就好 可是需要花费极大的代价 然而 他的大手 突然一将 看着眼前的一幕 哪怕是他 也露出了抹浓浓的骇然 金堂主的举止 立刻吸引了不少人 让不少人齐齐看来 这一看之下 大脑轰隆作响 诸识者蒙了 陈飞蒙了 陈吟蒙了 全场所有人都蒙了 血无痕和硬寻龙也发觉什么 下意识看了过去 两人的脸色 骤然一将 眼神之中 涌出了一抹大震撼 只见到秦南 彻底昏厥残破不堪的身躯 竟然在自主扭动着 朝着那前方 缓缓蹭去 他明明已经没有了神志 但他的身体 却在动 就好像是那股坚持的意志 刻入了他的灵魂 刻入了他的骨子里 粉身碎骨 丧失神智 也绝不放弃 轰 轰 轰 那悬浮天穷的巨塔 仿佛雷霆震怒 爆发出了一连串的镇压 秦南的身体 遭到了一次次凶猛的打击 可是在那不断抽搐之中 他的身体 以着极为细小的动作 朝着前方 缓慢挪动着 十分之一寸 十分之三寸 一寸 秦南那血肉模糊的手掌 抓在了那第三百步上 通龙 一声俱响 那第一尊门和第二尊门 散发出来了滔天光芒 仿佛无穷的仙魔 都在齐齐高昂鸣唱 为秦南兴奋鼓舞 三百步 达成 第406章道歉 三百步 他真的做到了 金唐主战在那三重门境地之上 唯唯失神 不只是他 所有人都失神了 当他们看到秦南失去神志的时候 一致认为 秦南绝无可能达到三百步 可谁会料到 哪怕心神崩溃了 他的肉身 也未放弃 然而 这还没有结束 秦南的身体 像是不屈不饶的猛士 依然伸出那血淋淋的手掌 抓紧前方 一步步爬出 一寸 两寸 三寸 三百零一步 三百零二步 三百零三步 他继续前进 没有任何放弃 这一刻 所有的人 无不动容 秦南不是已经达到三百步了吗 他为什么还要继续前进 他们根本不知道 在秦南的心中 他答应血无痕的赌注 只是为了血无痕的两百块元时而已 他的目标 从一开始 就不是三百步 他的目标 是要继续走 走到自己粉身碎骨 走到自己血流不止 三百步算什么 他要走得更远 这一刹那 天地间仿佛寂静下来 秦南那宛如风魔般的意志 好像具备了种无形的力量 冲击在了每个人的心中 当秦南每前进一步 就好像有着一道炸雷 在他们心中爆开 无论是谁 这时灵魂都为之站立起来 他们努力过吗 他们有像秦南这样疯狂过 他们只因为自身的武魂等级不够 不断地抱怨 他们认为自己要是拥有强悍的武魂 一样不弱于秦南 可事实呢 他们连坚持都无法坚持下去 又有什么资格 过来抱怨 与其抱怨 不如脚踏实地 干你娘的 这时 一声怒吼响起 原来是那硬熊龙 脸色不知何时猙獰起来 他毫不犹豫站起身来 没有继续修行 而是朝着那地240步 迈开了脚步 我也要继续走 参加此次三重门的20多位修士 脸上涌起了抹疯狂 继续前进 这个时候 三重门到场上 形成了震撼的一幕 所有的人 都好像获得了心声一样 体内爆发出来了无穷的力量 朝着那前方 发起了冲锋 这是为何 他们看到了秦南 一个比他们天赋还要高的人 比他们还要努力 他们还有什么资格 不去努力 拼命吧 疯狂吧 武道世界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如果心有强者之梦 那不管如何 都绝不能放弃 却无恒看着眼前这一幕 他心灵好像遭受了一记重击 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不知道为何 他心中居然生起了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愧感 秦南这么努力 他凭什么去嘲讽 我们走吧 金唐主不知何时 重新返回到了胡伯对面 对着陈飞等人开口说道 唐主 诸使者一愣 这次过来 不是要找秦南学习鬼单流麻 陈飞 我想秦南应该教会了你比鬼单流更为重要的东西 金唐主没有看他 目光直视着陈飞 陈飞从那震撼之中 回过神来 眼神之中 隐隐有着火焰在燃烧 唐主 我知道了 陈飞重重点头 他为了战胜对方 只知道过来向秦南索要鬼单流 却从来没有想过 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 凭借自己的努力 去提高自己的恋丹造诣 道歉 金唐主目光冷冰冰地看向陈颖 道给他道歉 他伸出手来 指着远处的三重门 我 陈颖一张俏脸 微微发白 他道歉 让他给秦南道歉 他凭什么要给秦南道歉 道歉 金唐主说的没错 必须要道歉 我管你什么人 你必须要道歉 就在这时 那一群修饰之中 大部分人的脸上 竟是露出了怒容 开口大喝 金唐主一张平和的脸色 盈盈有着暴风雨在酝酿 道听见了没 你必须要道歉 因为你曾经嘲讽过秦南 一个为了自己 拼搏努力坚持的人 你应该对他尊重 陈颖俏脸 煞食一白 他非常讨厌秦南 自然不愿意道歉 但是他已经看了出来 金唐主即将发飙 他如果不道歉的话 将会带来惨重的后果 我对不起 陈颖站在那湖泊上 低下了他那尖酸刻薄 对着那三重门低声说道 那四周修饰 岂能看不出他的不乐意 冷恒一生 没有继续计较 走吧 金唐主眼神 微微失望 不再多言 身形飞起 陈飞等人 都迅速跟上 对于发生的一切 秦南自然不知道 他一如既往 整幅身体 还在继续前进着 359步 360步 380步 直到一夜过去 太阳出声 金光万丈时 秦南的身体 跨过了那第三百九十九步 达到了第四百步 同样他的身体 跨过了第二尊门 全场修饰 无不吸了口冷气 跨过了第二尊门啊 秦南这还是头一个 跨过第一尊门 就能获得非常巨大的好处 秦南这次能够获得 怎样的好处 我都热血沸腾起来了 恨不得立刻冲入三重门 在他们七嘴八舌 讨论的时候 那三重门 骤然发出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每一尊门户上 都燃起了无数的玄奥光芒 互相交织 在那虚空之中 竟是凝聚成了一尊虚无身影 这尊身影 赫然是昔日三重五皇 须影出现 低头看向秦南 眼神之中 好像闪过了抹赞赏 随后脚步一跨 没入了秦南的体内 刹时之间 秦南的身躯 从地弹起 盘膝而坐 一种旋而又旋的气息 荡漾开来 第407章雷杰之力 三重门共有960步 而等能凭自身意志 走到400步 意志之间 已经无需过多证明 一道威严的声音 在秦南脑海内炸开 紧接着 强大无比的能量 如同游龙 游走秦南的全身 片刻之间 秦南那破碎的肉身 瞬间恢复 他的心神 也逐渐苏醒过来 刚刚苏醒 秦南就见到 在自己是海内 一增白发老者 傲然而立 当下惊声道 敢问前辈是 世人称我三重五皇 百发老者面色严肃 道 昔日冲击五尊 奈何天不容我 至我陨落 陨落之际 我取得那尊者雷杰之力 今日就当作礼物 赠送于你 前辈 这 秦南蒙了 在他看来 前进的步促越多 获得的好处也就越大 根本没有想到 三重五皇会亲自现身 给予他雷杰之力 无需多言 你等记住 借交借造 用心努力 方能成功 白发老者轻轻叹息一声 不再多言 屈其手指 从他指尖上 喷出了一缕红色的雷电 钻入秦南的湿海之中 紧接着他的身形 消失不见 秦南还来不及说话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在他湿海内炸开 原来是那红色雷霆 突然爆发了滚滚雷霆之力 开始不断肆虐 所谓雷 刚正不阿 破坏之力 无比恐怖 更不用说这是尊者雷杰的雷霆之力 他开始肆虐的刹那 秦南的湿海 都开始剧烈摇晃 会被震碎 这一丝雷霆之力 极为精纯 可以直接吸收 上次我战神佐童变化 正好带上了一丝雷霆之力 希望这次炼化之后 可以让他有新的变化 秦南暗道一声 当下收敛新神 运转六龙经文原因 爆发出来了一股犀利 将这缕雷霆之力 硬生生地从湿海之中 拉扯到了丹田内 原因小人张开小嘴 将那一缕雷霆之力 吸入其中 任凭这雷霆之力 多么强横 都无法反抗 呼 秦南常常吐出了口气 在那第二尊门户之下 开始闭关 此时此刻 整个三重门青色石板大道上 英雄龙突破了三百步 其他的修士 也纷纷突破了两百六十步 全部超越了曾经的历史 毫不客气地说 这次参加三重门历练的人 都坚持了下来 当然 身为护法榜第九的血无痕 反而处于最后一名 他多次想要冲击 都因为太过痛苦 无法坚持下来 时间一晃而过 一个月的时间 悄然过去 在这一个月中 湖泊对面的修士 在知道没有机会 登上三重门之后 就悄然离去 同样秦南走出了四百步的消息 传到了青龙圣地内 又造成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被有心人记在了心中 除此之外 或许是因为秦南的原因 整个青龙圣地的弟子 都开始了苦修 这时 三重门 刷 秦南一双眼睛 忽然睁开 在他的左瞳之中 闪烁起来了 无数的红色雷霆 一股审判的气息 顿时席卷出来 经过这一个月的炼化 他完全将那雷杰之力吸收 导致了他的战神佐童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秦南能够感觉到 只要他心念一动 战神佐童 就会喷出无数红色雷霆 化作杀招 战神佐童 已经不再仅仅只能洞察 他所具备的威力 开始初次闪现 这等威力 恐怕不俗 现在人太多了 就不尝试了 秦南忍住了心中的激动 随后心神 全部聚集在了六龙经文原因上 尊者雷杰 原因洗礼 秦南一声大喝 在这一个月内 这缕雷杰之力 可不仅仅提升了他的战神佐童 还洗礼了他的六龙经文原因 无论是武王 还是武宗 当要晋升的时候 那单何原因 都要遭受雷杰洗礼 才能够彻底蜕变 秦南的原因 如今被这尊者雷杰之力洗礼 带来的变化 自然不小 昂 一声龙笑声 忽然响起 那原因之上 散发出来了犹如星辰般的金光 缓缓凝聚 形成了一道龙行经文 缠绕在了原因之上 除此之外 整个原因 都散发出来了一道道 若有若无的雷光 雷霆气息 无比强大 晋级了 秦南心中一喜 七龙经文原因 他现在的实力 就堪比武宗敬七重 轰 在这刹那 秦南体内的烈焰金甲体诀 星星大魔诀 自身意志 自我道义 都随着原因提升 开始迅速演变 威力大幅度提升 除此之外 他们都沾染上了雷霆的气息 就譬如秦南的体内 一旦他运转烈阳金甲体诀 不再只有火焰 而是雷火 雷火之威 自然更加可怕 凭我如今的实力 抗衡武宗敬八重的强者 恐怕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十六风大比上 定然有不少武宗敬巅峰强者 如今还剩两个月的时间 我应当在这两个月内 好好努力 不断提升 秦南眼神中闪过了一道光芒 在这第二重门下 无论是天地灵气 还是各种武道意志 都是源源不断 是一处极佳的闭关之地 秦南当下一心二用 在不断感悟鬼单流的时候 同样在感悟着自身 不断修行 碧兰 我对你真心诚意 你为何还是拒绝我 在那天穷的剧倒之上 一名魔神般的青年 站在宫殿内 缓缓开口 每一个字音都犹如炸雷 秦南不死 我无心恋爱 将碧兰垂下眼皮 道 那日羞辱 碧兰这一生都无法忘怀 又是这个秦南 这名神色一目 历声道 我已经派去二帝 让他会会秦南 正好为三帝报仇 多谢萧哥哥 将碧兰语言动人 楚楚可怜 道 有孝二公子 再加上彭公子 我相信秦南 哪怕是有三头六臂 也无法活下来 青年自然不蠢 冷笑道 碧兰 我就不废话了 你借我的手 杀死秦南 我也不多说什么 反正等秦南一死 你就必须要跟我在一起 否则的话 就别怪我翻脸 说完之后 青年扬长而去 霸气如虹 将碧兰一张俏脸 唯唯发白 不知为什么 他突然有点不开心 第408章雪无极 时间如水 悄然流逝 一个多月的时间 眨眼便过 十六风大笔即将开始 整个青龙圣地 都变得热闹起来 张灯结彩 如梦如幻 不少五宗静的修士 也在这个时候 进入各大修炼圣地之中 进行苦修 十六风大笔 一年举行一次 每一次都是一场圣会 因为这场圣会 将会有无处人关注 如果在这其中 表现不错 就能得到封主的赏试 也在这个时候 三重门之中 经过一个多月苦修的秦楠 缓缓睁开双眼 鬼丹流不愧是鬼丹流 他的核心奥秘 居然是没有任何手法 完全是凭借心意去炼丹 秦楠楠楠自语 通过这一个月的修行 他已经初步掌握了鬼丹流 杂乱无序 全凭心意炼丹 心意如何 就炼什么丹药 不过这种境界 十分玄妙 秦楠哪怕初步掌握了鬼丹流 他也无法做到 持六风大笔快要开始了 先把事情了结 秦楠收敛了心神 一双眼睛 刷得看向了不远处的血无痕 正在闭关修行的血无痕 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随后睁开眼来 神情为目 道 是何人窥探 他的声音 戛然而止 因为他看到了秦楠 这一刻 血无痕迅速明白 秦楠想要做什么 眼中闪过了思慌乱 故作镇定道 秦楠 十六风大笔马上要开始 等苦修完毕之后 我们再好好算账 你先继续闭关修行吧 少废话 两百元石 给我交出来 秦楠身形战力而起 一股无形的威势 从他身上爆发 这个血无痕 难道他想要耍赖麻 什么两百元石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血无痕脸色变了变 咬着牙 开口说道 这可是两百元石 他根本拿不出来 必须要赖掉 你想要赖账 秦楠面无表情 在他的身上 一丝丝的含义 散发而出 血无痕脸色为变 没想到两个多月的时间 秦楠的修为 又有所提升 他当下摇头道 我根本不欠你什么 也根本没有赖账 你可别想对我动手 血无痕不动如山 他一身武宗巅峰修为 根本不惧秦楠丝毫 血无痕 你居然这样无耻 就在这时 一声冷笑声响彻起来 赫然是硬寻龙 真心无耻 当初开口和秦楠对赌 想要欺负秦楠 如今输掉了 居然还赖账 一尊尊武宗巅修士 都是苏醒过来 脸色冷漠 血无痕神色为变 如果是秦楠一个人 他根本不用惧怕 可是他根本没有想到 除了硬寻龙以外 其他人居然都支持秦楠 诸位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血无痕咬牙道 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秦楠冷冰冰的声音就响彻起来 在一刚开始你就对我出手 当时和我对赌 百般挑衅我 想要欺压我 如今输了 竟然还耍赖 我今天把话撂在这里 你若是不给我将两百块元石交出来 那就休怪我无情 这一番话 铿锵有力 血无痕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修为 明明比秦楠更为强大 心中却是生出了一种含义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冷笑 突然想起 就怪你无情 那我要见识见识 你要怎么无情 随着说话 一道身影 飘然而来 这个人一身白袍 脸色如同刀削 冷漠无比 他一身的含义 远远不是血无痕能比 给人一种仿佛万物都要被冻僵的感觉 血无疾 硬寻龙和全场修士 都齐齐一变 血无疾 乃是血无痕的哥哥 护法榜上面 排名第二的存在 一身修为 堪称恐怖 你就是他的哥哥 秦楠神色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淡淡道 你弟弟欠我两百块元时 你且让他还上吧 这件事情 就这样一笔勾销 血无疾这次过来 当然知道血无痕和秦楠打赌的事情 他其实也觉得血无痕这样赖账 实在是不好 不过这可是两百块元时 不是一般的树木 更何况对赌的人还是秦楠 赖掉就赖掉吧 血无疾听闻这句话 冷漠道 欠你两百块元时 你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的话 少在这里污蔑人 这一刻 硬寻龙等人都反应过来 血无疾到来 就是为了给血无痕撑腰 赖掉这两百块元时 这对兄弟俩 真是恶心 证据 情难笑了 他这是被气笑的 这对兄弟俩 还真有意思 身为天骄 居然如此义正言辞的赖账 好了 今天的事情 就此结果 念在你身为准圣子的份上 今天就不计较你的冒犯之罪 血无疾丢下一句话 高高在上 这一下 哪怕是硬寻龙等人 都浮起了抹怒意 这个血无痕 实在是太嚣张了 赖账也就罢了 居然还一副 大人不计小人国的表情 不计较冒犯之罪 什么冒犯之罪 好一个冒犯 情难再也忍无可忍 一身怒火 彻底爆发 当下脚步一踏 一拳轰杀过去 管你什么血无疾 什么血无痕 这般无耻 那就该打 李居然敢对我出手 血无疾瞳孔唯唯一缩 万万没有料到 他护法榜排名第二 一身修为 何等强大 情难是哪里来的胆子 居然敢对他出手 引火之光 也敢与日月争辉 血无疾神色一怒 抬起手掌 在他的手掌中央 一座恐怖的冰雪风暴 当下凝聚而出 手掌一甩 整个天地 都为之色变 大战直接爆发 第409章麻烦上门 靠强大的冰雪之力 情难眼神一领 这个血无疾打出的冰雪之力 隐隐有种取自天地 蕴含了天地之力的感觉 远远不是血无痕能笔 雷火杀 情难眼中闪过一丝战役 猎羊精甲体绝运转 滚滚雷火 瞬间勾勒 犹如妖兽血盆大口 将那冰雪风暴 全部吞没 雷火之威 不能小区 嗯 却无疾眼中闪过了 斯金义 他没想到 修为只有武王境巅峰的 秦南 居然有这等战力 不过他也瞬间明白过来 秦南的真实修为 恐怕有着武宗境六重左右 也是蕴蚁一个 血无疾眼神又冷漠下来 他再度抬起手掌 从他掌心之重 一粒冰雪 缓缓升起 这瞬间四周虚空 都寒冷下来 仿佛有着一场恐怖暴雪 即将卷来 并寻龙等等修士 都是无不色变 雷结之童 秦南毫不退让 左瞳之中 涌出了疯狂无比的红色雷霆 然而 就在这一刹那 一声大吼声响起 助手 嗖嗖 足足十几尊身影 齐齐跨空而来 赫然是第八封的各大护法 一身修为 都达到了武宗境巅峰 护法之中 一名中年人看了一眼眼前局势 不禁微微吸了口冷气 无论是秦南 还是雪无疾 都是威名赫赫的存在 不能轻易得罪 不过他心中更加清楚 如果让两人继续打下去 将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还请两位 给我一个面子 不要在这里继续打斗了 如何 中年人平静下心神 缓缓开口 你算什么东西 却无极毫不留情 道给我滚 否则的话 连你们一起收拾 中年人神色为变 其他使者的脸色 也颇为难看 就在这时 一道喝声 从虚空中传来 雪无极 何必动怒 今天这事情 就这样算了吧 武皇强者 却无极呼吸 微微一顿 他现在已经明白过来 这里的事情 恐怕引来了 第八峰的强者注意 如果继续下去 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那行 就给你们一个面子 却无极将手心中的冰屑捏散 居高临下 扫了一眼秦南 道今天算你走运 暂时就放过你了 不过你给我记住 你要是敢来参加十六封大笔的话 我定然将你打断四肢 让你清楚 武魂等级高 有的时候什么狗屁也不算 雪无极非常聪明 说完这句话后 没有任何逗留 抓起雪无痕的身形 朝天边飞去 秦南看着这一幕 眼瞳之中的雷洁之力 也消散开来 他不得不承认 尽管这三个月以来 他的实力修为 晋升了不少 但是与雪无极相比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实力 我还需要提升实力 秦南攥紧拳头 目光喷火 他现在实力还是太低了 否则的话 雪无极岂敢这样无耻嚣张 谢谢诸位了 秦南平复了一下心神 对着应寻龙等修士 还有第八封的护法 齐齐拱手说道 在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人都站在了他这边 不用多谢 都怪这个雪无极 应寻龙等人都齐齐摇头 并且心里还有些佩服秦南 如果这种事情 换做是他们碰上 他们虽然愤怒 但根本不敢出手 秦南和众人聊了聊 在和应寻龙约好十六封大比之后 没有继续逗留第八封 朝着端木封走去 这次十六封大比 各大报名参与的弟子 需要在各自的主封集合 集合之后 由主封使者带领 全部来端木封会合 会合之后 才能正式召开 秦南返回到端木封的时候 那端木封的练武场上 早已汇聚了不少身影 这些身影 都是武宗境的存在 连一个武王境的弟子 都没有看见 秦南 人群之首 方剑一眼就看到了秦南 神色露出了丝细色 果不其然 秦南真的会参加十六封大比 既然这样的话 他们端木封这次 极有可能获得第一 如果获得第一 那就是一份极高的荣誉 对于方剑来说 好处无穷 嗯 秦南来了 听说他在三重门苦修了三个月呢 他的实力怎么还是武王境巅峰 整个练武场 瞬间骚动起来 所有的弟子 都在打量着秦南 眼神复杂 秦南师弟 师兄等你 可是等得好苦啊 就在这时 一道忧愿的声音响彻起来 赫然是大师兄赵芳 这时的赵芳 手持浮沉 身披道袍 英俊消散 在他的身旁 还站立着娇十一和萧飞鹏 两人毫无添娇风范 都是一脸甜蜜 秦南刚想说话 看到赵芳 身上立刻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脸色也黑了下来 他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赵芳是武宗境巅峰的修为 也可以参加这次的十六封大笔 十六封大笔 一定要防着他 秦南暗道一声 看都不看赵芳一眼 朝着芳剑走了过去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戏虐的声音响彻起来 哎哟 这就是传说中不可一世的秦南啊 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 实在是荣幸啊 只见到 一名身穿金袍 气势高昂的中年人 踏步走了过来 他的到来 令得不少弟子 都是纷纷变了脸色 哪怕是赵芳 脸色都寒冷了下来 芳剑神色一沉 道 慕容祥 你过来干什么 这次是十六封大笔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慕容祥 秦南唯唯一愣 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啊 芳剑这时对着秦南传音道 秦南 在我们端木峰内 还有着几位附峰主 是未来端木峰的接班人 这个慕容祥 就是赴峰主中 排名第一的慕容峰主之子 此人生性恶劣 嚣张无比 他这次过来 肯定是不怀好意 秦南听到这番话 脑海中灵光一闪 上次端木峰主 已经跟他说过 他要是参加这次的十六封大笔 将要有人对他出手 难道现在开始 那些人就开始行动了吗 仿佛是为了印证秦南的猜测 那慕容祥应笑一声 道方健 实在是不好意思 刚刚我接到了命令 我也是此次带队的使者之一 作为带队使者 我当然有权利过来了 不仅如此 本使者还认为 秦南没有资格参加这次的比赛 此话一出 众人皆经 第410章一期给我上 所谓的带队使者 指的就是各大主峰 新典一致两位使者 率领风中修士 达到讲解鼓励等等效用 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带队使者 从来不会轻易插手十六封大笔 除非是有了其他势力的人马 混入了其中 才能够行使权力 如今这个慕容祥 这般开口 明显就是刻意来针对秦南 还未等秦南说话 方剑率先发飙 道慕容祥 你作为带队使者 你有什么权利 让秦南不参加这次的比赛 嘿嘿 方剑 你好什么好 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是什么 慕容祥轻孽一笑 抬起手来 在他手掌心中 浮现出来了一块令牌 在这令牌中央 写着一个大大的目字 此令一出 无数人为之变色 因为这块令牌 乃是端木峰中 慕容父峰主的令牌 亮此令牌 犹如本人清零 方剑嘴角浮起了魔冷笑 他虽然不明白 这个慕容祥 还有慕容父峰主 为什么想要对秦南动手 但是他们也太小看秦南了 在秦南的身后 可是站着端木峰主 还有个大峰主 区区一位富峰主的令牌 就想罢免秦南的资格 简直是痴心妄想 还未等方剑说话 那慕容祥 语调骤然高昂起来 道 这次十六峰大比 虽然是五皇境之下的修士比试 但也是十六大主峰之间的互相比试 秦南作为我们端木峰的爵士天才 修为仅仅只有五王境巅峰 如果在十六峰大比中被击败了 这对我们端木峰来说 是何等的屈辱 所以 这次的十六峰大比 不能让秦南参加 此话一出 不少修士的目光 都闪动起来 并未开口 慕容祥这番话 可谓是有理有据 让人无法反驳 呵呵 方剑冷笑越来越浓 道慕容祥 少在这里假惺惺了 我只知道秦南是按照规定 参加这次的十六峰大比 哪怕是慕容赴峰主前来 也没有任何权利 让他不参加这次的十六峰大比 慕容祥眼神一利 他没有想到 这个方剑 在他亮出令牌之后 还敢立保秦南 不过这也让他的心情 更加愤怒起来 秦南是一个爵士天骄没有错 可他是端木峰第一副峰主之子 身份地位 完全不弱于秦南 除此之外 这次打压秦南 可是他父亲亲自下令 难道他父亲 想要打压一个小小的秦南 都这么不容易吗 想要参加十六峰大比也可以 但必须要通过我的考核 慕容祥强忍住怒火 阴沉沉道 方剑刚欲回击 这是秦南淡然的声音 想撤起来 道 不知道慕容祥使者 想要对我进行什么考核 秦南 这件事情无需你操心 方剑剑道他开口 连忙传音 没事 有人想要来对付我 且先看看 他们到底有什么打算 秦南回答道 神色淡然 慕容祥见到秦南说话 心中一喜 当下道 秦南 你可不要误会 本使者是为了整个端木峰考虑的 这样吧 我挑选了三位天骄 你如果可以将他们其中一个人击败 我就算你实力足够 可以参加这次的大比 他话应当辣 在那人群中 立刻飞出了三名青年 这三名青年一出 全场的修士们 无不色变 因为这三名青年 都是五宗敬六众的修为 除此之外 在他们端木峰内 也是威名赫赫 是可以排进前三十的天骄 这让他们立刻明白 慕容祥早已进步好了局 等待着秦南 慕容祥 你 方剑神色一幕 这三个人 秦南想要战胜 这根本不可能好吗 秦南才晋升武王晋多久 慕容祥可不会等他发飙 趁热打铁 故作不屑道 怎么 我前一阵子听说 秦南在三重门走出了四百步 获得了不小的好处 难道这都无法将 五宗敬六众的修士战胜吗 既然如此的话 那还参加什么十六峰大比 这不是给端木峰丢人线 不只是方剑认为不可能 全场修士 也是齐齐摇头 这三个人 极其不凡 秦南虽是爵士天骄 又在三重门获得了不小的好处 但秦南的修为 毕竟只有武王晋巅峰 再怎么逆天 也根本不可能是五宗敬六众的对手 这场比赛 毫无悬念 哎 不知道秦南要怎么应对 慕容祥这也是阴险啊 别说秦南了 哪怕是一般的五宗敬七重 都不一定是对手 不少修士 都叹息说道 然而 慕容祥的话还没说完 全场修士在议论的时候 秦南突然淡淡开口 好 那就以慕容实者所言 不过在比赛之前 我有一个要求 此话一出 如同石破天惊 秦南 你 方剑神色大吉 这种事情 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秦南要是输了 不仅无法参与 丢人也丢大了 慕容祥唯唯一争 随即反应过来 眼中闪过了一道喜色 急忙开口道 你说你说 你有什么要求 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 我一定会尽力满足你 赤马 秦南忽而笑了起来 伸手指向那三位修士 道 我的要求很简单 这次的比赛 我不想一对一的打 不想一对一 慕容祥一愣 这时秦南继续开口 口吐惊雷 要打的话 就让他们三个一起给我上 第411章一招镇压 三个一起上 不只是慕容祥 全场所有人都呆住了 这可是三位五宗敬六众 在护法榜排名前三十的存在 如果想要挑战他们三个人 至少要拥有五宗敬八重的修为 秦南一葛区区五王敬巅峰的存在 再怎么逆天 也不可能相当于五宗敬八重吧 这一刹那 所有人的心中 都生出了种荒诞滑稽的感觉 就好像是一尊蝼蚁 正在朝着一位巨人宣战 秦南 方剑神色大变 刚欲开口 哈哈哈哈 慕容祥这时发出一声大笑 将他给彻底打断 道秦南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那就满足你的要求 要他们三个人 与你一战 当然了 你要是能将他们三个人战胜 那么这场比赛 自然是你赢了 恩 秦南面无表情的点点头 目光看向那三名修士 身上一缕战役 开始流露而出 看招 那三名修士 早就和慕容祥 已经私底下沟通好了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 秦南居然敢这么嚣张 当下大吼一声 身形成品自行 包围过来 他们三人 在青龙圣地内 其起伏伏多年 不知配合了无数次 所以他们三人身形冲出 就是一门强悍的阵法 释放而出 那四周修士 无不大惊 这可是三玄阵 传闻此阵一出 阵法之中的人 就会迷失方向 原来他们三人 准备了这么厉害的杀招 三玄阵 指的是三人的气息和修为 占据每一个方位时 同时共鸣 运转同一套手 新法 就可以产生三方幻境 迷幻一切 哪怕是五宗境八重强者 若没有厉害的 铜术和阵法造诣 都根本无法施展出来 该死 方剑脸色铁青 斥放这种大阵 对付秦南 看来是想要将秦南重创 刷三玄阵凝聚 将秦南的身形 瞬间笼罩 须言杀 三名修士 占据三方 互相对视一眼 都结出了同一种手印 每一个手印 都爆发出来了一股悬光 互相连接 逐渐在那大阵上方 勾勒出来了一个古老的言字 这个字体的每一笔 都有种古老文化的历史运感 仿佛都沉重万钧 那四周修士 都无不害然 这是杀招啊 这等杀招 专门对付五宗 进八重修士啊 他们难道想要杀了秦南 他们原本以为 这三尊修士 只是想出手教训一下秦南而已 没想到寄出了虚言杀 这种三人联合的恐怖杀招 大胆 方剑脸色大变 身上五黄威压 冲天而起 方剑使者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可是对决 你不能插手 慕容祥满脸含笑 双手一抓 虚空凝聚出了两道金色巨大长鞭 犹如双龙 幻化出无数的幻影 将方剑的身形 彻底笼罩 你 方剑当下震怒 慕容祥眼中闪过了道阴森 道 方剑使者 不用担心 他们三个 绝对不会出杀招的 他们三人 顶多只是将秦楠打成重伤而已 李武切磋麻 重伤一下也在所难 当秦楠说要挑战他们三人的时候 慕容祥心中就生出了一条毒计 让他们三人出手 将秦楠打成一个半死 哪怕到时候有人震怒的话 慕容祥也可以推辞说 这个秦楠太嚣张了 是他自己主动挑战 跟他无关 正是因此 他心中毫无一点压力 然而 慕容祥的免字还没说出来 一阵恐怖的气息 突然从那三玄阵之中 汹涌而起 全场修士 都是感知敏锐 当下其其一愣 尤其是那三名施展三玄阵的修士 感受得最为明显 就好像是有着一头太古凶兽 在其中苏醒过来 杀 三名修士都是面色大变 毫不犹豫将那虚言杀 全力释放出来 朝下镇压下去 哄 就在这瞬间 那三玄阵中 恐怖的雷霆之火 像是上苍之怒 突然狂涌而起 那所谓的三玄阵 被直接阵成虚无 无论是慕容祥 还是全场修士 都无不目瞪口呆 他们何曾料到 这么强悍的三玄阵 会被如此轻而易举地摧毁 这一刹那 他们只见到 在那阵法中央 秦南抬起头来 一头黑发 无疯狂舞 雷火凝聚的十多丈的披风 在那空中狂眷 发出了呜呜呜的怒笑声 他们好像见到的不是秦南 而是一尊怒雷之神 破 秦南一声长笑 浑身雷火 狂笑而起 凝聚全肩 打在了那炎字之上 通龙 众人只见到那股老炎字 瞬间破碎 无数的雷火 化作狂海 冲击在了那三尊修士的身躯上 将三尊修士先飞出去 崔库拉朽 犹如毁灭 所谓的三尊排名护法榜前三十的修士 被只有五王境巅峰修为的秦南 一拳击败 这瞬间 整个端木峰的练武场 都陷入了一片死急 大慕容祥 方剑 还有全场的修士们 都是瞪大了眼睛 满脸震撼 这是怎么回事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秦南怎么一招就将他们击败 呼 秦南常常吐出了口气 就好像是久违地活动了下筋骨 他那全身强悍无比的雷火 都急进下去 一身修为的气息 依然只有着五王境巅峰 不好意思 这场比赛不小心赢了 让各位见笑了 秦南抱起群来 看了眼全场 目光最后定格在了慕容祥身上 神色真挚 慕容祥的呼吸 煞时一致 第412章江泰天 全场目光 都齐刷刷看向了慕容祥 眼神都带着丝骨怪 你不是不让秦南比赛吗 你不是瞧不起秦南吗 现在呢 慕容祥脸色一僵 众人的眼神 在他看来就好像是一道道的利剑 戳在了他的脸上 令得他脸如火烧 可可 没想到秦南师弟 战力如此强横 师兄 师兄就助你在十六封大比 取得更好的成绩了 慕容祥尴尬无比 强挤出一句话来 就落荒而逃 没有任何颜面继续待下去 解气 方健看着这一幕 嘴角露出了抹笑容 不得不承认 秦南这次的表现 实在是太惊艳了 没人能够想到 他的真正实力 如此强悍 那全场的修士 也是暗暗记在了心中 如果不到万一 千万不要招惹秦南 慕容祥已经出现了 等到了后面 那敌人想必会真正出现 秦南暗道一生 心如止水 接下来 端木峰练舞场上 诸多修士 都是互相攀谈 秦南独自一人 站在人群之中 毫不起眼 观察着四周一切 哄 就在这时 一声巨响 紧接着草木峰的两位使者 还有诸多修士 都纷纷到来 在这群修士之中 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孩 面容精致 皮肤白皙 身材较好 气质非凡 令得端木峰不少的修士 都是齐齐侧木 那位就是草木峰 新出来的天骄 自称公主 恋丹天赋 哪怕是陈飞 也无法比拟 真漂亮啊 再等隔两三年 恐怕就倾国倾城了 秦南站在人群中 似笑非笑 这女孩自然就是妙妙公主了 草木峰的修士 战斗力都并不强横 不过也有许多修士 能够练至独丹 战斗力非常可怕 秦南左同中电光为闪 这次草木峰的武宗修士 共计百位 这百位修士 都是星级四平以上的炼丹师 紧接着 第二峰 第四峰 第五峰 第六峰 第七峰的修士 纷纷到来 从高空俯瞰下去 这端木峰的炼武场 人声鼎沸 每一尊修士 都是气势强横 身经百战 一场青龙圣地的空前圣会 缓缓拉开 雪无极 雪无痕兄弟 还有那三位 还有这几位 秦南在这人群之中 毫不起眼 不再是主角 不过他的一双眼睛 将那所有人的修士 都是一扫而空 将那些强大之人 纷纷记在了心中 如今在这前七峰之中 修为比他强大之人 竟然有着足足四十七位 没有多久 第八峰到第十五峰的修士 全部入场 使得这端木峰的武宗修士 已经攀升到了 足足一千多位的地步 一千多位什么概念 昔日落合王国中 武宗竞强者 不足三个 完全可以说 下遇四分之一的武宗修士 今日都聚集到了此处 秦南身形紧绷 这十五峰中的修士 竟然有着八十三位 修为都比他强大 秦南 这时 一道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秦南回头一看 原来来人是司马空 司马空在这青龙圣地 那一个月 可谓是搅动风云 赚取到了无数的好处 使得他一张脸色 变得意气风发 红润无比 这次十六峰大比 极其不简单 将会有一尊爵士天骄参与 到时候你我必须联手 司马空没有废话 脸色凝重到 爵士天骄 秦南唯唯一愣 就在这时 一道道整齐画一的脚步声 响彻起来 好像是巨人敲鼓 那巨大的声音 竟是震得整个练武场 都轰隆作响 使之安静下去 只见一名青年 脸色冷漠 犹如帝国王侯 高高在上 气势棒驳 一马当心 在他的身后 跟着十六位身着暗红色 铠甲的骑士 整个练武场 顿时响起了一片 倒吸冷气的声音 怎么是他 天啊 杨太天居然来了 杨太天这次 居然还带出了 他的十六位暗红骑士 难道他是想要杀死五黄麻 妈的 他都搞出这样的阵势来了 这场比赛 必依非他莫属啊 所有修饰的脸色 都为之动摇 秦南左瞳闪烁雷光 洞察而下 立刻发现 这杨太天 一身修为 堪称可怕 虽然只是五宗境巅峰 但体内的气息 要是血无极的两倍之多 除此之外 那十六位暗红骑士 都是五宗境巅峰的存在 并且修炼了某种功法 和杨太天的气息 互相交融 随时可以合体 秦南 这杨太天可不简单 传闻他乃是十六峰的峰柱之子 司马空传音道 这十六峰的峰主 是我们青龙圣地最为神秘的一个峰主 据说此人与上欲的谋葛势力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导致十六峰峰主的地位 完全不弱于端木峰主 除此之外 这杨太天联合他的十六位暗红骑士 全力施展 哪怕是五皇一众的强者 都可以斩杀 在这次的十六峰大比之中 他就是最强大的敌人 司马空威威道来 十六峰峰主之子 急杀五皇 秦南眼镜一闪 这个杨太天 果然不凡 你想和我联手 秦南看向司马空 开口问道 那是自然 凭我俩现在的实力 单打独斗 根本赢不了杨太天 如果我们联合起来的话 并不一定不是杨太天的对手 司马空严肃道 只是他的话没说完 突然间 羞的一道目光 犹如神木破空 落在了秦南身上 无形杀气 立刻荡开 秦南脸色一沉 他果然没有猜错 那司马空微微一僵 转头望去 发现在那人群前方 杨太天目光冷冷地看了过来 杀气毫不掩饰 司马空瞬间就猛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太天怎么盯上了他们 嗯 秦南眼神一动 他突然感觉到 在杨太天释放杀鸡的时候 还有一处地方 也散发了微弱杀鸡 他扭头看去 只见人群之中 一名瘦弱的青年男子 嘴角带笑地看着他 秦南左同光芒一闪 神情为变 这个青年男子 修为居然不弱于杨太天 这个家伙是谁 看来他不是护法榜上的 如果是的话 早就被认出来了 而且在护法榜上 没有人能够和杨太天平间 秦南大脑飞速运转 在思索的同时 他内心也冒出了一个疑问 到底是谁 能有这么大的手笔 驱使两位爵士添娇 专门对付他 就在这时 轰轰轰的一道道乍响 在那端木风的虚空上爆开 各大风主 开始入场 第413章阴谋出血 一尊尊的身影 在那虚空中 演化出来 每一尊身影 都模糊不清 气势非凡 不到片刻时间 十六尊身影 全部浮现 换而言之 这次的十六封大笔 所有的封主 全部出现 此人就是十六封的杨封主 秦南运转左瞳 朝着一位身影 看了过去 可惜的是 这尊身影的气息 神秘无比 犹如一层白雾 他根本无法探透 那杨封主的身影 仿佛有所察觉 低头朝着秦南看来 令得秦南浑身瞬间紧绷 心中生出了一种被堪破的感觉 司马空也感觉到了什么 脸色惨白 这个秦南 简直太坑了 原本还想和他联手 谁知道这个家伙 居然和杨泰天有仇 除此之外 好像还和其他几位天骄也有仇 如今还和这十六封丰主有仇 这个秦南是怎么搞的 怎么这全天下 都是他的敌人 好在这杨封主的目光 并未停留多久 那眼中好像闪过了抹身意之后 就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令得秦南和司马空都松了口气 被尊者盯上的滋味 那可不怎么好受的 秦南 就在这时 端木丰主的声音 在秦南脑海内响彻起来 到这次的调查 已经有了结果 我们青龙圣地内 就是这位杨丰主在出手 正在对付你 也同样在对付我们 真的是他 秦南眼神一瞇 他刚才仅仅只是怀疑 没想到是真的 当下就到 前辈 他为什么要对付我 这个时候 张丰主的声音 也响彻起来 数百年前 唐青山进入死亡之海 因为触动了死亡之海的某些秘星 从而引来了下狱 重一股强大势力的追杀 导致我们的师妹 在那里陨落 这个杨丰主 仅仅只是这个势力中的其中一个人 持六丰大笔 盛会召开 群雄汇聚 秦南在这人群中 正在听招数百年前的秘密 如今唐青山再度出世 引得了不少人的关注 同样你也被关注 你还记得 在玄陵宗的时候 唐青山曾要你测试五纪天赋吗 死亡之海开启时 那个秘星 将和五纪天赋 有着巨大的联系 正是因此 你在两大圣地弟子选拔大赛时的表现 将这些人惊动了 为了防止你在死亡之海 破坏他们的计划 他们才要将你扼杀在摇篮中 听到张丰主的这些话 秦南立刻就明白了 打个简单的比方 在那死亡之海 有着某件宝物 某种机遇 被一群下狱之中的强大势力 盯上了足足数百年 当时唐青山因为触动这的秘密 被这股势力封杀 导致他们的师妹陨落 如今数百年过去了 这群势力还没有拿到那件宝物或者机遇 但是因为秦南的逆天表现 就导致被这群人盯上 要将秦南扼杀 以绝后患 秦南 这件事情 因我们当初而起 你不必参与其中 你现在若是退出 我们绝不怪你 端木丰主和张丰主 都是凝重说道 死亡之海涉及到的秘星 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两位前辈 这些话无需再说了 无论敌人是谁 死亡之海 我都会去 秦南面色不动 势力 敌人 尽管来吧 他就是不怕 那好 端木丰主顿了顿 到 数百年前 我们这群人 只是一群武皇 在这群势力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如今数百年过后 我们早已经非习比 你大可以放心 这群势力的强者 我们都会帮你拦住 至于他们催动的天骄 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此话一出 秦南双眼中闪过了 撕金芒 只有天骄马 那正好合他的意 他当初来到这两大圣地 就是要与天骄群雄 好好站上一站 两大风主没有再给秦南传音 秦南整理了思绪半赏 转头看向司马空 道 还一起联手吗 连你妹 司马空差点吐出了口血 他现在恨不得跟秦南撇开距离 但是刚才那杨太天 显然也将他看入了眼中 当成了敌人 哪怕远离秦南 也会遭到杨太天的追杀 没事 秦南摇了摇头 司马空作为伤道门五条黑印的男人 他才不信 这个家伙真的怕了 此时此刻 各大风主降临了 身居首位的端木风主 缓缓开口 声音如同震雷 想撤在整座端木风上 青龙圣地每一年 都会举行十六风大比 这个比赛的意义 就是想让各大风的弟子 比出一个高下来 当然了 这次的大比 不允许杀人 否则的话 无论是谁 一切都按青龙圣地的门规处置 全场修士奇奇点头 青龙圣地不同于飞扬圣地 对于这个要求 他们没有任何意外 现在马上打开青龙秘境 在进入秘境之中 所有参赛弟子 一律不能动弹 否则的话 就自动失去资格 端木风主道 他话音刚落 另外十五位风主 都是台旗手掌 在他们手掌中 浮现出来了快令牌 这快令牌 神秘无比 乃是风主专有的风主令 动用十六块风主令 就能打开青龙圣地秘境 然而 就在这时 一变土生 那端木风上方的天空 变得黑暗下来 虚空碎裂 一尊身影 在那其中 缓缓浮现 来人 竟然是青龙圣主 圣 主 十六大风主 都是奇奇一愣 往年举行数百次十六风大比 圣主从不会出现 今天怎么出现了 全场修士也都震住了 这可是青龙圣主啊 促十年之中 根本难得见一面 除非秦南这种爵士天骄出世 或者是青龙圣地的大事 才会出现 此次十六风大比 将会在青龙秘境召开 青龙圣主演神深邃 声音落入每个人的心中 在青龙秘境之中 我留下了传承 谁若能够找到 就能继承我的一切 第414章众人之敌 继承一切 哪怕是十六位风主 都为之愣住 要知道 在下狱之中 青龙圣主和飞扬圣主 都是最为强大的存在 修为达到了五圣境界 这种境界 就算是放在了上狱之中 也是一方巨头 若能得到青龙圣主的传承 就算五魂等级不够 都能成为一方强者 整座端木峰沉没了 促个呼吸的时间 瞬间沸腾起来 圣主传承啊 这可是圣主传承 我一定要得到 拼了 这次绝对要拼了 去年我就获得了 一剑王道之气 今年必须要获得 圣主传承 所有人的眼神 都火热起来 他这是想要干什么 秦南露出了私疑惑 在他的印象中 这位青龙圣主 太过神秘 绝不简单 这次好端端的 他为什么会将拿出自己的传承来呢 然而 那青龙圣主 目光突然看向秦南 声音依旧落在了每个人的耳中 开口道 好好努力 你比别人 更加有机会获得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都齐刷刷看了过来 全场气氛 骤然一变 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 秦南在这次十六封大笔的盛会里面 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 现在青龙圣主这句话一出 所有人都把他记在了心上 什么叫做更加有机会 那也就是说 青龙圣主的传承 秦南极有可能知道更多的消息 秦南脸色瞬间铁青 他现在能够察觉到 这全场数千位修士里面 至少有着一大半的人 看着他的眼神 都有点不怀好意了 也就是说 他这次参加十六封大笔 很有可能 会遭遇当初在玄灵宗参加万象大笔一样的情况 遭遇所有人的追杀 青龙圣主这不是故意害他吗 秦南目光忍不住朝着青龙圣主看去 喜料到后者只是微微一笑 浑然不觉自己的过错 还一副我是为你好的表情 不等秦南发飙 青龙圣主脚步移动 消失在了虚空中 该死 秦南拳头攥紧起来 这个老家伙 当初说话那么漂亮 现在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来 秦南 我们俩绝对要合作啊 合作没有其他要求 只需要五五分城就行 在一旁的司马空 眼神发亮 早已没有了刚才的后悔 合作你妹 秦南差点大骂出口 他根本一点也不知道 青龙圣主的传承 不过这个时候 他突然察觉到 那杨太天 还有那名神秘青年 眼中的杀鸡 更为浓郁 青龙圣主刚刚这番话 导致我在十六封大笔之中 会被无数人盯上 不过这些人一般情况下 不会轻易对我出手 最关键的是这名江太天 还有那名神秘青年 他们两人受到了杨丰主的指使 如今再加上这件事情 对我的杀心恐怕更强了 秦南将自己的心神定下来 开始分析局势 杨丰主作为青龙圣地第十六封主 排名最末 但与上欲有着瓜葛 连端木封主和张封主 都不能妄动 由此可以见得 这杨丰主的能耐何其强大 他亲自下令指使杨太天等人 准备的种种手段 定然厉害非凡 并来将党 水来土掩 我与他们无冤无仇 他们为了那死亡之海的秘星 非要提前将我扼杀 那我也绝不会手下留情 秦南眼神坚定下来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性格 别人若对付他 他将会十倍还之 另外平静心神之后 仔细想想 这次青龙圣主 突然做出这样的举动 恐怕背后大有深意 并不能肯定地说 青龙圣主是在害他 司马空 你知不知道这次的十六封大比 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青龙秘境 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秦南冷静下来 开口问道 他参加这次大比 完全是为了奖励而来 根本不知道一些规则 唯有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李答应合作了 司马空脸色大喜 连忙道 这青龙秘境 乃是历代青龙圣主修炼的地方 有着无数的传承和奇遇 直到青龙圣主接任之后 就将这青龙秘境 打造成了一个魔力弟子的地方 在这里面 有着无数的妖兽 我们则需要通过斩杀妖兽 获取积分 积攒足够的积分之后 才能够打开传承 秦南双目逐渐明亮起来 这种规则非常简单 就是通过猎杀妖兽 积攒积分 打开传承 司马空顿了顿 黑黑一笑 道 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通过打劫的方式 来赚取积分 秦南看了他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靠打劫赚取积分 这种事他绝不会主动去做 开启青龙秘境 这个时候 天空之上的端木封主 开口大贺 将自己的封主令寄出 持六快峰主令 悬浮天空 喷出一缕光芒 互相交织起来 在那练武场上 形成了一尊太古大阵 这尊太古大阵 并不是传送大阵 而像是一把巨大的钥匙 插入了那虚空 轰 一声俱响 众人只见到 天空上那方圆石里的虚空 突然破碎开来 露出了无数的光芒 仿佛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 那全场修士 都收回了看向秦楠的眼神 收敛心神 准备进入青龙秘境 秦楠 就在这时 突然一声大喝 响彻起来 发出这喝声之人 竟然是杨太天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在这寂静的练武场 显得如同惊雷 全场修士 都是不动声色的看来 眼中充满好奇 不知师兄有什么事情 秦楠面色不动 毫不惧怕 没什么事情 杨太天抬着头 双手复立 像是高高在上的王侯 对着凡人开口 道 我只想告诉你 进入青龙秘境之后 走路小心点 因为我有个习惯 就是一旦出手 必然要把他打成残废 除此之外 杨太天看向全场 王者气势 辉鸿非凡 接下来我要在青龙秘境内 对秦楠师弟动动手 如果谁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成为我的盟友 此话一出 不少人神情都是移动 杨太天这句话 是在向秦楠开战啊 秦楠脸色不动 这种手段 当初茉莉 林子肖等人 早就用过 他完全不以为意 秦楠 到时候我们怎么办 司马空有点头疼 照这样发展下去 将是全场为敌啊 不怎么办 秦楠淡淡道 你小子难道一点也就不怕 司马空瞪大眼睛 的确不怕 秦楠摇了摇头 一字一句 缓缓道 你要想想 一个敌人 两个敌人 三个敌人 或者一群敌人 都是敌人 有什么好怕的 大不了 来一个 打一个 来一双 打一双 若是来一群 那就全部埋葬 他的身形顺时比值 如同利剑 第415章 十日不多 司马空目瞪口呆 这家伙还真是好战啊 不过这么白痴的话 听起来居然让他 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所有弟子 进入其中 端木风主发出一声大贺 不少参加过青龙逆境的修士 身形腾飞而去 飞入那光幕中 其他弟子见状 纷纷效仿 秦南看了眼妙妙公主等人 脚步一踏 融入其中 片刻之后 整个光幕 消失不见 也不知道这次大比 谁会获得第一呢 我觉得杨太天希望较大 一名风主 缓缓开口 是啊 我也觉得这样 这要恭喜杨风主了 又一名风主道 多谢各位 杨风主是一名中年男子 满头银法 每一根头发 都仿佛具备了无穷杀鸡 让人胆寒 只见他目光直接落在了端木风主身上 但笑道 端木风主 你好像挺看重 那的秦南是吧 这次不好意思了啊 我的儿子 有点看秦南不爽了 四周风主都是目光为动 在整个青龙圣地中 就只有杨风主 敢和端木风主这般对话 张风主率先开口了 含笑道 弟子之间 有所争执 实属正常 秦南作为爵士天骄 杨太天不服气 想要挑战 也属于秦礼之中 只是希望 杨太天还是不要受太多打击了 打击 呵呵 旧秦南那种修为 定然会被碾压得死死的 杨风主直接翻脸 冷笑开口 赤麻 端木风主眼睛一眯 眼神之中 好像有电光乍卸 这些事情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老夫倒是有个问题 杨风主 两年之后 东周那边会招收多少弟子 草木风风主岔开话题 开口道 果不其然 其他风主 目光都被吸引过来 上狱五周 下狱和东周接壤 在东周之中 有着四大势力 远远超过了下狱的两大圣地 这四大势力 每个五年的时间 都会前来两大圣地挑选弟子 每次挑选的名额 都十分有限 如若能够进入上狱中 不仅对于弟子的发展 更有前途 他们这些风主 也会受益 每次弟子挑选的时候 两大圣地 各大风主 都会互相争夺 杨风主正是因为 与上狱东周四大势力之一的 问道山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在青龙圣地内 无人招惹 曾有人传言说 杨风主是问道山中 某位长老的儿子 名额很多 就看我们两大圣地的表现了 杨风主顿了顿 但笑道 其他风主 都是目光为闪 如今杨风主和端木风主等人翻脸 他们都非常清楚 现在杨风主这句话说出来 就是要逼着他们站队 想要获得前往上誉的名额 那就站过来 呵呵 问道山招揽弟子 岂是靠关系就能进去 别以为自己是问道山的山主 张风主笑道 语气平和 说得很对 杨风主眼中闪过了抹不屑 道 我确实无法让每个人都进去 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比如那个叫做秦南的小子 绝世天骄 绝世天骄也无法进入问道山 此周风主都是微微汗手 虽然他们也不相信 杨风主有着能力 可以让每个人都进入问道山 但是杨风主若是不想让谁进入问道山 这等能力 还是绰绰有余的 杨风主顿了顿 眼中闪过了司机巢 道 当然了 青龙秘境危险无比 很有可能那个秦南 搞不好就会陨落里面 这谁说得好呢 今天时间不早了 我先告辞了 说完这句话 他身形一闪 消失不见 其他风主 其其为愣 难道杨风主准备对秦南下杀手呢 什么时候 杨风主和端木风主之间的矛盾 已经如何巨大了 去见师尊 端木风主和张风主神色都是微变 深吸了口气 脚步一踏 进入了青龙圣地深处的某个宅院中 青龙圣主仿佛早已料到两人到来 站在院中 身影不高 却仿佛撑住了整片天地 师尊 张风主刚想开口 青龙圣主摆了摆手 将他打断 眼神深邃 道 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 关于我的传承仪式 我另有打算 至于杨风主的杀招 你们不必担心 秦南辞子 绝对不会出问题 段木风主和张风主 唯唯一愣 什么时候 青龙圣主对秦南 如此的信任 如此一想 他们两人骚然惊绝 上次秦南遇到危险 青龙圣主亲自降临 这种种一切似乎太不寻常 秦南虽是一尊爵士天骄 但未成长起来的天骄 根本什么都不算 他们那群人 对死亡之海 筹谋了这么多年 对我也筹谋了这么多年 现在还不死心 那么这次死亡之海开启 就以秦南为中心 将这一切都了解 青龙圣地眼神中浮现出了冷意 道 这次无论是什么妖魔鬼怪 都通通埋葬 是 段牧丰主和张丰主 都是杀气滔天 百年来 无数的痛苦 将他们折磨包裹 这一招 秦南出事 他们定然要反击 当然了 段牧丰主和张丰主 也忽略了青龙圣主 对我也筹谋了这么多年 这句话代表着什么意思 退下吧 青龙圣主下了逐客令 段牧丰主和张丰主 立刻离开 没有逗留 青龙圣主站在宅院中 坐到了那石板台阶上 满头白发 随风飘荡 那杀气腾腾 宛如雕刻般的脸上 露出了抹疲背 一股死亡之气 从他的身上 弥漫出来 一声叹息 在这院中荡开 时间不多了啊 秦南 快点 快点成长啊 第416章六目妖元 搜 秦南身形从天空落下 站在地面 抬头朝着四周看去 这里的天空 呈现出一片青色 云朵粉红 看起来极为怪异 在这四周 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森林中吼声喜福 充满了无穷危机 糟了 这青龙秘境 是随机传送 秦南神色为变 他对青龙秘境的大小 禁忌地图等等 一无所知 还需要司马空告知 可是现在 这方圆999帐内 毫无任何身影 嗡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彻起来 只见那青龙令牌 其中有着一个无形阵法 运转开来 嗯 秦南神是探入其中 令牌之中的内容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受排行榜 修士排行榜 其遇排行榜 秦南看着这三个榜单 不禁一愣 当下明白过来 青龙圣地恐怕早就料到 将有不少弟子 对青龙秘境的情况 不太了解 所以就准备好了地图 信息 放入了青龙御解 一旦弟子踏入秘境之中 正法就会自动运转 释放开来 看看这三个排行榜 秦南定了定神 目光扫向了这妖兽排行榜 第一 星空雷兽 半步五尊敬 掌控星雷 极其危险 在青龙秘境内 共有十三头星空雷兽 第二 火一鸟 半步五尊敬 传闻有着凤凰血脉 火焰之力 非常强大 极其危险 在青龙秘境内 共有九头 第三 冰封虎 半步五尊敬 火一鸟的天敌 掌控冰雪之力 是群居妖兽 极其危险 在青龙秘境内 共有三十七头 第四 在这妖兽排行榜上 总共列出了一百种妖兽 上榜的妖兽 修为都达到了五黄境 并且极大多数 都是属于群居妖兽 都被标注了极其危险 这青龙秘境当真危险啊 秦南暗叹一声 目光又落在了修士排行榜上 第一 杨泰天 103点积分 第二 雪无极 37点积分 第三 雪无痕 9点积分 第四 这修士排行榜 就是专门积累成绩的 秦南点了点头 现在比赛刚刚开始 众人的积分 都还不是很高 看看这个奇遇排行榜 秦南目光扫入其中 第一奇遇 当代青龙圣主传承 如若想要获得 需要花费 999999点积分 购买地图 除此之外 还需要缴纳88888点积分 获得参与资格 第二奇遇 张峰主传承 需要花费 99999点积分 购买地图 需要缴纳33333点积分 获得参与资格 第三奇遇 见尊者三世 威力绝伦 需要花费 77777点积分 购买地图 第四奇遇 大大小小的奇遇 竟然列出了数百个 这数百个奇遇 有法宝 灵药 传承 招式 功法等等 应有尽有 令人眼花缭乱 同样也令人心头火热无比 因为这些奇遇 都是非凡无比 如若获得 将会大大提升实力 这青龙秘境 还真是一个宝库啊 秦南双目 微微发亮 他对什么青龙圣主 张峰主 建尊者这些传承 没有丝毫兴趣 价格高得吓人 还不划算 他反而对一些强者目的 妖兽洞穴之类的 非常有兴趣 因为说不准 在这些地方中 就隐藏了巨大的宝藏 拥有丰厚的原石 可惜妙妙公主不在这里 否则的话 凭借她的能力 根本不需要猎杀妖兽 就能够发现宝藏等等的地图 秦南叹息一声 他刚才试了一下 这些传音令牌 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彻底封锁 算了 我也开始猎杀妖兽吧 秦南摇了摇头 踏入树林之中 左瞳电光闪烁 洞察方圆三里 在这三里内 只有这几头武王 竟巅峰的妖兽 将之猎杀 根本没有多少点积分 秦南脚步一踏 身形如同电光 在树林中一闪而逝 左瞳的洞察能力 发挥到了极致 将那方圆内 所有的一切 都全部看透 嗯 一头武宗竟武重的妖兽 秦南脚步一顿 距离他两里开外 正有着一条大河 河水呈现出来了 梦幻般的蓝色 一头甩着长鼻 毛发如血的妖像 正在那大河中 不断捕杀弱小的河妖 进行猎食 秦南神色为喜 这武宗竟武重的妖兽 价值不菲 相当于几百点积分呢 展 他当下没有任何迟疑 大步一踏 气势如红的闪出 大雪茅妖像 神色巨变 露出了浓浓恐惧 然而 就在这一瞬间 一变涂生 在那大河上方 一道无形的狂风 吹拂而起 将无数的大树卷动 落叶飞舞 平静的虚空上 突然裂开了六道细小的纹路 这些纹路 卡擦蔓延 直到拳头大小 黑暗中光芒一勾 齐齐勾出了一道道树立的碧蓝色眼眸 这六尊眼瞳 结合虚空 眼画出来 眼珠整齐画一的转动 视线都落在了秦楠的身上 从中喷出一股强大的铜力 这是什么 秦楠脸色为变 他脚步一停 止住身形 大口张开 喷出滚滚雷火 就将那种无形的杀气 给直接焚烧 遭此变故 血毛腰像长鼻一甩 薄叫一声 四提生火 冲入树林之中 身形不断变换 眨眼之间 消失不见 何人作祟 秦楠神色一沉 这可是头五宗进五重的妖兽 如今白白让他逃走了 他心情自然不爽 最让他疑惑的是 他刚刚来到这青龙秘境 这六只眼瞳 到底是怎么演化出来的 秦楠 那六只眼瞳 居高临下 俯看着秦楠 声音从虚空中传出 你没有想到吧 我的武魂乃是六目妖元武魂 施展开来 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能降临这虚空六目 将你杀死 杨太天的声音 冷酷响起 就好像在他的眼中 秦楠只是一个 唯不足道的蝼蚁 六目妖元武魂 秦楠唯唯一愣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疑点 这青龙秘境 浩瀚无边 至少有着方圆 醋万里之大 这六目妖元武魂 哪怕再强大 也根本无法在这茫茫 秘境中 搜寻到他的身影吧 若真是如此 这六目妖元武魂的同力 要比战神佐童 都更为强大了 只是他还没思考完 那阳太天冷漠的声音 再度响起 六目妙法 天雷地火 给我杀 去空中的六只眼瞳 当下光芒大作 悬光绽放 勾动出来了滚滚天雷 地上燃起滚滚火焰 将擎南方圆十米之内 仿佛变成了一片人间地狱 那树林之中的无数妖兽 好像敢知道了什么 都发出了惊惧的叫声 身形疯狂乱窜 六目之威 由此可见 何等可怕 什么六目 这等同树 也敢嚣张 给我破 秦南一声大鹤 他左瞳中 雷光暴闪 喷出一丝红色雷霆 轰击在了那六目之上 砰砰砰 一连窜的爆炸声响撤起来 那六只眼瞳 全部破碎 怎么可能 你怎么也拥有如此强大的铜数 杨太天发出了一声尖叫 杨太天发出了一声尖叫 要知道 他可是玄机八平五魂 尽管跨越虚空耗费了大半的铜力 但是那小半的铜力 也是威力绝伦 就算是武宗进八重强者 都会被震退 秦南翻了翻白眼 现在还不是和杨太天对决的时候 所以当下二话不说 身形一闪 准备离去 然而 那杨太天冰冷冷的声音 又响撤起来 没想到你有如此强大的铜数 这倒是令我意外了 不过这也没关系 我六目永恒 天生不灭 秦南脚步一将 回头看去 那虚空之中 六只眼瞳 悬挂而起 令人胆寒 第417章首次交锋 怎么回事 秦南脸色一变 他的战神左瞳 吸收了尊者雷杰之力 带上了天地审判雷霆之威 一切邪魔外道 都会毁灭 眼前这六只眼瞳 居然毫无影响 难道他真的是不死不灭 战神左瞳 雷杰天法 秦南闪电般做出了决定 他左瞳之中 涌起了滔天雷光 威力倍增 将那六只眼瞒 瞬间毁灭 好强大的同力 杨太天吃惊的声音响彻起来 这等强悍毁灭之力 已经完全不弱于他 不过我这六目神童 你可毁灭不掉 杨太天语气中 露出了莫傲然 那虚空之中 六只眼瞒 再度演化 盯着秦南 秦南脚尖一点 浑身雷火喷发 肉身动用到了极致 就那一尊尊的大树全部撞得粉碎 如同一场洪流涌出 速度恐怖 可是那天空上的六只眼眸 仿佛定在了秦南身上 无论秦南的速度多快 他始终都跟在身后 哈哈哈哈 杨太天得意的狂笑声 充斥着片天地 秦南脸色为尘 没有任何慌乱之色 依然全力爆发速度 朝着远方冲去 与此同时 在距离秦南百里开外 一座小型的山头上 杨太天衣衫烈烈作响 在他背后 八道悬光闪烁 一尊有着六只眼瞳的妖元 战立天地 气息诡异 秦南 你还想逃 这根本不可能 杨太天舔了舔嘴唇 在端木峰的时候 秦南与那三尊五宗 敬六众的修士对战 虽然将对方击败 但这也让杨太天成功的在三尊五宗敬六重修士的身上 获得了秦南的气息 他的六目妖元 就可以通过一个修士的气息 将之锁定 无论怎么逃窜 都无法摆脱 你就等着受死吧 杨太天眼脚闪过了抹猙獰 脚步一踏 身形如同狂龙冲出 如果从天空上俯视 就会发现 秦南的身形 忽左忽右 忽藏忽现 尽管如此 那天空上的六只眼眸 也牢牢跟随 除此之外 百里开外的杨太天 通过眼眸 身形急速冲来 不断拉近着两人的距离 毕竟杨太天 乃是护法榜排名第一的天骄 五道修为 早已非凡 秦南还远远不能相比 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秦南大脑飞速运转 有六谋锁定他 杨太天肯定在追过来 不需要多久 就会将他追上 秦南虽然不怕天不怕地 但有自知之明 现在和杨太天碰上 最后下场 定然是他落败 因为他们两人之间的悬殊 实在是太大了 我可以爆发七龙经文原因 再配合战神左童 释放最强一招 不过毁灭掉六谋的希望 根本不大 我还可以释放战神之魂 战神之魂可以压制五魂 但眼前这六谋 乃是五魂的能力 恐怕不好压制 难道通过红尘变神术 变化身形 秦南脑海内闪过了无数的念头 唯一可行的就是红尘变神术 不过此数施展颇有风险 毕竟天空上六谋在盯着 他无论怎么变化 都会被远处的杨太天 看入眼中 难道无路可选 秦南呼吸 唯唯一致 一双眼睛 隐隐有火焰燃烧 如果真的无路可选 那就站吧 管他什么杨太天 逼到绝路 那就一站到底 冷静冷静 现在还不是祸出去的时候 凭我现在的速度 杨太天想要追上我 恐怕需要一点时间 在这一点时间内 会发生什么变化 谁也无法想到 秦南山深吸了口气 战神 也不能莽撞行事 八十里 七十里 六十里 五十里 直到三十里的时候 那天空上的六只眼眸 突然光芒大作 无数的玄奥符纹 在那眼眸的深处 开始勾勒起来 除此之外 在那虚空中 隐隐有着一尊妖元虚影 开始浮现 因为距离越来越近 这六目神童的威能 越来越可怕 六目射杀 杨太天大鹤从虚空中响起 他距离三十里开外 催动着六眸 每一只眼眸中 都喷发出来了一道道的光束 每道光束 都蕴含恐怖的崩灭力量 如同雨点一样 朝着秦南射去 秦南身形 方圆五十米的范围 都被全部笼罩 轻心荡眸 秦南脚步一顿 一声大喝 演化大钟 朝着那虚空狠狠一敲 将所有光束 全部震碎 虽是如此 但他却被阻碍了脚步 在这短短几十个呼吸的时间 杨太天和他的距离 竟然只有了足足二十五里 射杀 杨太天声音中露出了一抹兴奋 那六只眼眸 喷出无数光束 源源不断 不好 他想拖延我 秦南脸色为变 眼神朝着四周打亮过去 这四周一片平地 根本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地方 嗯 好像有一片森林 秦南陡然发现 在那屋里开外 有着一座古老森林 他心中立刻一动 暂时摆脱杨太天 恐怕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进入森林之中 借助地势 看能不能反超 雷火沙 秦南当下一声长啸 雷火滚滚 分灭一切 他整个人也迅速冲去 想要进树林 杨太天通过六目 早就发现那一片棒棒树林 并且他还发现 那片树林 极其古怪 里面好像有着无数的强大气息 正在起伏 不行 届时不能让他逃入树林深处 否则引来妖兽榜上的存在 那就不好了 杨太天能够成为护法榜第一 自然不蠢 当下明白局势 掏出了一枚符露 将这符露捏碎 他的嘴角也浮起了某凝啸 就在森林入口 将秦南解决 那符露燃起滚滚光芒 形成暴风 将杨太天包裹 使得杨太天的速度 瞬间暴增 这枚符露 乃是一件一次性的王道之气 名为暴天符 可以让人的速度 提高五倍 正在一边抗衡六目射下来的光芒 一边前进的秦南 突兀地听到后方 传来了呜呜的呼啸声 他目力如今非凡 一眼就看见 暴风般冲来的杨太天 两人距离 竟然只剩十五里 不好 秦南神色为变 当下一声长笑 七把鼓刀 同时冲天而起 爆发滚滚刀气 将那六目包裹 他趁着时间 迅速朝着那股老森林窜去 轰 轰 轰 一道道的爆响声 在这平地上爆开 却煞通灵顿 杨太天见此一幕 脸色异狠 不惜燃烧自身精血 施展一门禁术 使他的速度再度倍增 两人之间的距离 仅仅只剩下了十里 这个杨太天 果然不简单 秦南眼中立芒一闪 速度更快 他距离那股老森林 只剩下了两里路 在他的权力爆发之下 这两里路 几十个呼吸时间 他就已经闯过 六目挪虚空 那天空上的六只眼瞳 突然射出了光芒 化作一尊大手 将杨太天身形擒柱 直接一拉 使得他的身体 直接跨越了五里的距离 他和秦南之间 距离不到五里 秦南 受死 杨太天一声长笑 气势滔天 竟然要在那五里开外 拘杀秦南 第418章血胶洞穴 秦南浑身汗毛倒树 强烈的围基杆浮上心头 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到 距离他几百米之处 竟然有着三尊人影 他仔细一看 直接傻眼了 这三尊人影 其中一人 赫然是赵芳 除此之外 他身边的两人 容貌居然和秦南一模一样 但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分明就是焦十一和萧飞鹏 赵芳现在心情大好 他刚才弄到了变严丹 将这两个家伙 变成了秦南的样子 虽然仅仅只是容貌变化 但让他心里颇为安慰 他来到这个树林 便是为了钱去某个奇遇之地 准备弄来一颗更为可怕的禁药 真正的爱情 任重而道远 咦 赵芳突然察觉到前方不远处 传来了可怕的波动 转过头去 瞬间就看到了秦南 当下脸色大喜 秦南师弟 你怎么来了 你是专门来找我的吗 说完这句话 他立刻看到了 正在释放杀招的杨泰天 这令他原本的好心情 立刻冰冷下来 杨泰天 你好大的斗胆 居然敢追杀秦南师弟 赵芳双目喷火 当下身形腾飞而起 气势爆发 毫无平日里猥琐的模样 仿佛化身成为了一尊太古凶人 一朝一世 都攜带着日月之威 镇压下来 赵芳 居然是你 杨泰天的脸色 勃然一变 他虽然是护法榜排名第一的存在 但是赵芳可是端木峰的大师兄 如果不是因为赵芳沉醉于龙阳之好 此人的天赋 完全不弱于自己 秦南师弟 你先走 赵芳一声力喝 秦南唯唯一争 他不曾想过 赵芳会出来帮助他 不用担心我 这个贼子 无法奈何我 赵芳头也不回 道 我帮你 和我们两个爱情无关 我是端木峰的师兄 绝不能看着师弟被欺压 秦南嘴角抽了抽 这句话的前半句 令他恶寒 后半句还令他有点感动 他利用战神佐童 扫拾了一眼赵芳的修为 深吸了口气 道 赵芳师兄 多谢你的出手相助 等我他日寻的灵丹妙药 定然回报给你 说完这句话 他脚尖一点 迅速离开 凭借赵芳的修为 虽不能击败杨泰天 但是安然离去 没有任何问题 秦南 你逃到哪里去都没有用 我的六目神童 你永远也无法摆脱 杨泰天发出了一声长笑 这句话令得秦南身形一僵 六目神童的威力 着实可怕 哪怕他逃远了 也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什么狗屁六目神童 在这里嚣张 秦南 这里 就在这时 一道不屑的声音 响彻起来 来人赫然是司马空 这时的司马空 换了装束 一身道袍 手持罗盘 以赴先锋道骨的模样 秦南 这六目神童 他是根据你的气息追踪你的 司马空黑黑一笑 道 我现在就帮你破除 司马空左手多出了一根浮尘 浮尘一甩 甩出无数红色的水滴 落在了秦南的身上 嗯 秦南来不及深思 当下脚步一踏 果不其然 那天空上的六目神童 好像失明了一样 秦南明明就在他的下方 竟然都没有发现 李氏和人 杨太天脸色巨变 他六目神童的秘密 无人知晓 此人是怎么知道的 秦南 跟我走 有钥匙商量 司马空没有回答他 脚步一踏 迅速进入古老森林中 秦南毫不犹豫 立刻跟上 当两人的身影 消失在了杨太天的面前 杨太天差点气得吐血 这次让秦南逃了 就不知道需要多久 才能抓到他 就在这时 那森林之中 司马空的声音 却是再度响起 嘿嘿 忘了告诉你 我是你司马大爷 杨太天脸色骚然一将 古老的森林之中 秦南和司马空的身形 迅速集形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秦南迅速开口问道 这青龙秘境 浩瀚无边 想要找一个人 极其困难 当然是靠他了 司马空眼神看了 看手中的罗盘 得意一笑 道 这件宝物 施展出来 可以洞察方圆三千里之内的生灵 你身上的气息 如此特殊 我自然就找到你了 原来如此 秦南点点头 眼睛忽而一亮 既然司马空有着这等宝物 岂不是可以拿他来寻找妙妙公主 妙妙公主我之前碰到过 他现在去了远处 我们找不到他 司马空仿佛看出了秦南的所想 佩服道 这个公主不简单啊 刚刚进入青龙秘境 就洗劫了三个奇遇之地 弄得我一点东西都没碰到 说起来他脸上多出了丝郁闷 本来他还想在这青龙秘境内 大展拳脚呢 没想到妙妙公主居然也知道大部分的奇遇之地的位置 嗯 秦南点了点头 深吸了口气 妙妙公主 他自然无需过多担心了 只是这次遭遇杨太天的追杀 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 他的实力 还是太弱了 必须要尽快提升实力 如果这次不是赵方和司马空 恰恰到来 他想要摆脱杨太天的追杀 绝没有这么简单 秦南 我找你来 就是为了和你合作 司马空眼中放光 道 在这里有个奇遇 名为血胶洞穴 这个血胶 乃是青龙秘境之中一位武皇巅峰的存在 如今它已经陨落了 但是它那洞穴里面 还留着种种宝物 血胶洞穴 秦南一浪 他之前在奇遇排行榜上面 也看到这个奇遇 排名第26 除此之外 他还看了这个奇遇的介绍 血胶有着真龙血脉 所以天性喜爱宝物 并且还特别喜欢宝石 所以血胶临死之前 收集了许许多多的原石 只是这个奇遇需要三万多积分 才能购买地图 所以秦南也只能干看着 没想到司马空却知道他的具体位置 青龙秘境 乃是历代青龙圣主修行的地方 司马空第一次来到青龙圣地 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 秦南脑海中浮起了一个疑惑 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他就没有深究 那好 秦南点点头 眼神中间定下来 等获得血胶洞穴的原石之后 他就让战神之魂 晋升成为地级 然后提升实力 这次血胶洞穴一行 凶险异常 我联合了两位天才 一起探血 司马空见到秦南答应下来 神情一喜 有了秦南 此行的凶险 就要小了很多 秦南点点头 和司马空一起 朝着这树林中迅速前进 半晌之后 他们两人 来到了一处平地上 秦南还没来得及观察四周 就听见一个冷漠的声音响彻起来 司马空 这就是你找的帮手 第419章好意提醒 书画之人是一名女子 面容白皙 非发垂腰 身材曼妙 唯有一张脸蛋 像是万年的冰 冷漠无情 在女子的身边 还有一名青年 青年脸上长满了痘痘 看起来颇为猥琐 这是严子汉 护法榜排名第四 另外一位是周立青 护法榜排名第五 司马空对着秦南传音道 严子汉开口之后 周立青也说话了 阴阳怪气 道 司马空 不是我说你 秦南的天赋 我很认可 但我们要去的是血胶洞穴 那里静止密布 凶险异常 他能够帮上我们什么 两位 你们大可放心 秦南过来 绝对是我们的助力 绝不会拖后腿 司马空摇了摇头 坚定道 如果没有任何帮助 大不了我那一份 就不要了 随你 严子汉看了秦南一眼 冷漠道 周立青也闭嘴了 只要不参与分红 司马空就算找一个武王 进得过来 那也没有任何问题 秦南对于这一幕 没有太多的意外 这两人都是天骄 一身修为达到武宗巅峰 还有多种手段 而他只是一位武王巅峰的存在 哪怕真实战力相当于武宗八重 与这两人相比 还是差了许多 也是因此 他没有开口 一切靠实力证明 我们走 司马空掏出了一张地图 仔细揣摩半想 就率先出发 三人随之跟上 在路途之中 众人遇到了不少武宗 进巅峰的妖兽 只是这些妖兽 都被严子汉一招秒杀 没有带来任何威胁 秦南则是敏锐的 察觉到 这座森林 极其不凡 越是深入 那气息更令人胆寒 在这座森林的深处 就是青龙秘境的境地之一 永夜灵 在永夜灵里面 妖兽榜上排名前十的霸主 都在那里面 司马空解释道 秦南立刻明白过来 在青龙秘境内 有着诸多境地 譬如历代圣主的修炼之地 还有诸多强者妖兽的修炼之地 都是属于境地 他们这些五宗境的存在 不得擅自踏入 秦走了半炷香的时间之后 司马空低赫一声 到了 秦南立刻抬头看去 只见到森林之中 出现了一座小山 整座小山 都是一片血盲 气息令人胆寒 在小山中央 有着一处长达猝石杖的入口 入口处仿佛被工匠雕琢过 哪怕经过时间流逝 依然显得精致无比 原来这就是司马空喊我过来的原因 秦南通过战神佐童 发现在这血色洞府内 有着无数道的静置 每一道静置 都具备了五皇巅峰的力量 稍微触碰 就会被静置瞬间反杀 整座洞府虽然不大 但步步凶险 司马空特地找到他 恐怕就是想要利用他的童树 破解静置 避开凶险 察觉到了秦南的目光 司马空甘笑一声 脸色有些挂不住 我手里的这张残图 乃是当年某位具备 强大童树的师兄所留 可以根据地图 避开多处凶险 严子汉突然开口道 手里多出了一张 年岁古老的羊皮卷 他眸子扫了两眼 就准备前行 子汉 先等一等 这时周立清突然开口 只见他看向秦南 似笑非笑 道秦南师弟 能够被司马空看中 想必你也有几分本事 不如你来看一看 我们这第一步 该走在哪儿 严子汉也停下了脚步 冷冷地看向秦南 这一步 该落在这里 秦南面色如常 手指着血色洞口的中央 周立清征询地看向严子汉 严子汉那冰冷的翘脸上 浮现出来了抹精意 道 这一步的确没错 周立清唯唯一愣 看来他是小乔秦南了 下一步走哪儿 严子汉又问道 左前方一步 秦南脸色如常 韩笑说道 继续下一步走哪 右前方三步 还有呢 右前方两步 眨眼之间 严子汉连续问了十次 每次听到秦南的回答 他那冰冷的脸色 动容之色越来越大 这十次 与他手中的这张地图 除了极杵细小的差距之外 竟是全部符合 周立清也微微呆住了 这可是五黄境 巅峰血胶布置下来的静置 一般的童树天才 都根本无法摊破 秦南居然做到了 嘶 周立清深吸了口气 看来他小乔秦南 可不是小乔的零星半点 严子汉脸色逐渐恢复过来 依旧冷傲 道 还算有点本事 不过也错了极杵 这种细小的错误 在这地方 都会带来致命的危险 扔下这句话 他头也不回 走入血胶洞穴中 仿佛在他看来 秦南只能算可以 还不能称得上 有着足够分量 周立清想要说什么 但拉不下脸 就没多说什么 紧跟上去 可可 秦南 没想到他们这么瞧不起你 司马空有些尴尬 秦南神童之威 他最为清楚 将整座雪胶洞穴的静置 全部勘破 哪怕将之解开 都没有什么问题 如今却被 严子汉两人看低了 无妨 秦南笑了笑 两人不再多言 也开始走入了洞府之中 严子汉和周立清走在上面 凭借着手中地图 不断带路 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 秦南跟在两人身后 满脸轻松 浑然不知凶险 如同闲停漫步 七杀步 笼罩范围三丈 总共34步 走错每一步都会引来杀鸡 还有这雪龙叩首阵 全阵覆盖方圆一丈 只有脚踏阵眼 才能通过 如果走错丝毫 都会触动大阵 秦南一边走着 一边观察着诸多大阵 静置等等 他当初在九字真言那边 也看到了不少阵法 积累了许多经验 所以如今洞彻起来 更加轻松 整座雪胶洞幅并不长 只有着五十多丈 可这么短的距离 四人的速度 宛如乌龟在爬一样 小心翼翼 其间靠着那张残土指引 差点触发了不少静置 那泄露出来的气息 令得严子汉和周立清 都是一身冷汗 当然了 他们两人没有意识到 地图是错的 秦南才是对的 在半个时辰之后 四人终于前进了二十多丈 只见那洞府的墙壁上 挂着一颗颗闪闪发亮的大石 将之照耀成为了一片五颜六色 绚烂无比 我们现在面前有一座生死桥的大阵 此阵触发 会把我们全部秒杀 没有任何活路 你们都跟紧我了 千万要注意 严子汉突然开口道 他的脚步 缓缓迈动 就要朝着前方的土地 缓缓落下 烂着 秦南眉头一皱 立声喝道 你的地图有问题 这一步不能踏下 第四百二十章一指解阵 谁也没料到 秦南会突然发作 严子汉脚步一僵 冷声道 你说什么呢 按照地图 这一步有什么问题 里的地图有问题 秦南深吸了口气 手指指着 严子汉脚下前三寸的地方 到正确的地方 是在这里 此话一出 严子汉和周立青脸上都浮起了抹恶然 要知道 这个地图 乃是当初一名童树天骄所留 他的地图怎么可能会出问题 这个秦南 简直太过分了 别以为视觉是天骄 什么事情都可以插嘴 周立青脸色一板 立声道 秦南 你最好别继续捣乱 否则的话 出了任何问题 我绝不放过你 严子汉美眸中更是冒出了一丝杀气 他没有任何犹豫 脚步立刻落下 站住 秦南脸色一变 五爪伸出 将他的身体 强行扣住 动弹不得 周立青和严子汉 显然都没料到 秦南会突然偷袭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秦南脚步深处 朝着那前三寸之地 狠狠踏下 底疯了 给我停下 严子汉看到这一幕 吓得脸色一白 当场大喝 只是他的喝声还没落下 秦南的这一脚 已经稳稳落下 不好 快逃 如今目已成舟 无论是愤怒还是什么 都来不及了 严子汉和周立青心中 都是本能的生出无穷危险 朝着后方迅速闪退 一个呼吸 两个呼吸 直到过去了 促使得呼吸的时间 两人的身形 这才僵硬下来 怎么 没有反应 难道秦南走的 这一步是对的 在两人呆滞的目光之中 秦南面色如常 如履平地 连续走出了四五步 将那阵法走过之后 才回过头来 淡淡道 师姐 你那份地图 真的有问题 这个大阵 名为天海索月阵 刚才要是踩到了 这方圆无理 都会被海水吞没 毁于一旦 两位 我早就说过了麻 不要小瞧秦南 司马空开口笑道 严子汉和周立青 眼中都是涌起了 抹震惊之色 他们不曾料到 身为爵士天骄的秦南 居然还有这般强悍的童树 紧接着 饶士严子汉 笑脸也是维红 在刚才的时候 他们两人 还多次瞧不起秦南 可可 秦南师弟 刚才的事情 你就不要过多在意了 周立青满脸尴尬道 刚才我的态度有问题 我向你道歉 这次雪橇洞穴 就拜托你了 里面所获得的一切 我们四人均分 严子汉马上又恢复了冷漠 这都是小事 秦南笑了笑 这些事情 他自然不会过多计较 接下来 就由秦南带路了 整个速度 不仅快了足足一倍 路上还没有触发任何静置 令严子汉和周立青 都是彻底折服 到了 秦南上前大步一踏 低喝一声 司马空 严子汉 周立青三人表情也是一阵 习习抬头看去 只见到这十栋深处 突然空旷起来 有着方圆足足二十丈之大 四周墙壁 都是金碧辉煌 闪耀着无数光芒 除此之外 那十栋深处 有着一个巨大的血色冰块 这冰块内部 封锁着无数的法宝 兵器 灵药 原石 秦南呼吸 顿时急促起来 他刚才粗略一扫 在这冰块之中 至少有着足足六百块块元石 六百块元石是什么概念 在青龙圣地中 相当于六百万贡献点 不只是他 司马空 严子汉 周立青三人呼吸也急促无比 如此庞大的一笔宝藏 如果获得 那么所获得的好处 将不是一般的巨大 不对 这不是冰块 这是血胶的心脏 血胶临死之前 利用自己的心脏 将他做成了阵法 司马空突然发现了什么 奸生教道 此话一出 颜子汉和周立青的脸色 无不大变 血胶 拥有真龙血脉的妖兽 他的心脏 本是天地奇物 如果用心脏再炼制阵法 恐怕是尊者清灵 都没有任何作用 也就是说 空有一座宝山 他们不知道如何打开 破 就在这时 一声大鹤响起 只见秦南身形一闪 手指伸出 只见火焰闪烁 直接戳到了 那血色心脏的中心之处 轰 整个强大的血色心脏 顿时剧烈震战 好像是一尊太古猛兽 苏醒过来 发出了一道道惊天动地的咆哮声 令得方圆十里 都为之晃动 紧接着那血色心脏 好像失去了所有的活力 迅速地暗淡下来 不断融化 化成了一滴滴血水 留在地面 包裹在其中的无数宝物 都发出了一声嗡鸣声 散发出来了一道道强悍的气息 使得整个山洞 都被无数的宝光充斥 这 司马空和颜子汉 周立清三人 都是目瞪口呆 这特麻不是血胶心脏 所化的大阵麻 这不是连尊者都无法破开麻 秦南这一指就直接破开了 难道秦南还是一个阵道大师 这个血色冰块 确实是血胶心脏 但是因为经过时间流逝 他的生机 早已腐烂 所以大阵的威力 不具以前的十分之一 秦南缓缓道 他如今战神左童 精非洗笔 动彻能力 堪称可怕 打开这种奇阵 自然是没有丝毫问题 斯 三人回过神来 都同时抽了口冷气 看向秦南的眼神 都像是看着一尊怪物 就算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 那也很厉害了好吧 然而 就在这时 因为血色心脏刚才的破碎 带来的异变 席卷了方圆促使礼 不少的五宗静妖兽 都被震动 兽谋齐刷刷看来 身形一闪 迅速飞来 这些妖兽 非常清楚 这个雪橇洞穴内 有着多少宝物 他们也曾垂涎三尺 奈何雪橇妖黄的威名 还有那强大静致 早已映入他们的心灵 如今一变生出 他们自然要去看看 突然间 一只奇怪的小兽 从那树林中窜了出来 它出现的刹那 那四周沸腾的五宗静妖兽们 就好像遇见什么极为可怕的存在 神色大变 身形不敢动弹丝毫 我会跟他一变 你不是带中 然后开始 小允兽吗 感谢观看